安哲是躲蘑菇 他毕生的使命就是养出一颗自己的包子 但有一天 他把包子弄丢了 他满世界找了很久 终于在新闻上看到了眼熟的包子 安哲绝望地敲开人类军方某位上校的家门先生 您好 您研究完 可不可以把我的儿子还给我 2030年 第四消失 失去保护的地球 被太阳射线摧毁了一切 一气失灵 工业停摆 所有信号消失 人类面临大停电 宇宙射线再来的皮肤病 癌症正在杀死人类 但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 基因污染 才是噩梦的开始 这些污染会出现在所有生物之间 污染指数越高 基因转换速度越快 人类至此陷入巨大的生存危机 一直到13年后 人类建造了人造磁集 试图以这微弱的磁场 来抵挡宇宙射线和太阳风 人类也开始围绕磁集 建造了人类基地 但威胁依然没有消失 某个深渊之地 一群人类被有一怪物打得节节败退 面对源源不断的怪物 众人只能仓皇撤离 安哲为了救同伴 被一根藤万半倒在地 但这些同伴在撤离与救援他之间 很明显选择了前者 安哲就这样被留了下来 在他愣神看着同伴背影之时 暗处伸出一根骨刺一下 刺穿他的胸膛 安哲就这样绝望地倒在深渊 许久之后 一根藤万将他拖进了山洞 等我死后 你就把这具身体吃掉吧 这样 我好像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静密的山洞内 这些军司不断试图修复 被骨刺冻穿的胸膛 在这些军司的作用下 安哲总算勉强睁开了眼睛 别白费力气了 不用再帮我止血了 你止不住的 小蘑菇似乎没听到 依旧在试图修复伤口 这些军司在修复伤口的同时 也同样吸收了那些流出来的血液 经过精英的吞噬 小蘑菇很快学会了人类的语言 他喃喃念着这个男人的名字 安哲 安泽没想到 他可以这么快就学会人类语言 看来这个地方污染指数真的高 既然你学会了人类语言 等我死了 你把这具身体吃掉吧 还会获得更多东西 这样我也好像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在人类社会 安泽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 所以那些同伴可以随意抛弃自己 但是没想到 他能在死之前遇到这样温和的生物 这也算是一种赌偿了吧 安泽再次咳嗽起来 伴随着这阵咳嗽 鲜血顺着指缝流出 小蘑菇也察觉到他生命正在急剧流逝 他安慰安泽要活下去 但安泽知道自己身体早已撑不下去了 别白费力气了 我不行了 这是我的ID卡 人类基地的通行证 在人类基地内 没有一种能逃过审判者的眼睛 小蘑菇以为安泽是要他去人类基地 可当安泽听到后 却激动起来 这也使他又是一阵咳嗽 别去 那里 只有人类才能进入人类基地 没有一种能逃过审判者的眼睛 可一向温顺的小蘑菇 这次却拒绝了 他有必须要去的理由 他的包子被人类拿走了 在失去包子的地方 他只找到了一枚黄铜色的蛋壳 自拿起那枚蛋壳后 他便再没松手过 死亡在深渊里最为常见 把包子养大 是所有蘑菇此生唯一的使命 安泽的伤势愈加严重了 他咳嗽几次后 艰难地抬起手 触动着身上的军司 想劝说他放弃这个想法 你没有攻击力 也没有防御 你只是一只很小的蘑菇 说完这些 安泽闭上了眼睛 在安泽死亡之后 小蘑菇释放数以亿计的军司缠向他 这些军司开始包裹安泽全身 慢慢地 从这些军司中诞生出一具新的躯体 这具躯体光洁无瑕 随着一只脚轻踏上布满苔藓的地面 安泽睁开了眼睛 他回头看了眼安泽的骸骨 走上前将其轻轻抱在怀里 安泽 我能帮你回去吗 小蘑菇最终还是换上了他的衣物 他翻动着安泽的包裹 从里面拿出一张地图 再看了一眼手中的蛋壳后 小蘑菇终于踏上了寻找包子之路 小蘑菇似乎没有天敌 任何生物都不会多看他一眼 却唯独惧怕蚂蚁 根据地图上的指示 要去北方基地的话 就要一直往东北方向走 还要经过第二平原 可安泽现在还没走出深渊 这一路上 他看到许多前所未闻的画面 比如一颗松树弯下树干 吞噬一条有两只尾巴的巨猫 在他愣神看着眼前这幅画面时 从草丛里探出只长着六只眼睛的犬类生物 安泽被吓得不敢动它 任由那只生物在自己全身嗅了个遍 可这只生物似乎对安泽并不感兴趣 在嗅完安泽后 便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 这个深渊内 分布着各种各样的怪物 但他们似乎都对安泽不感兴趣 这也使得安泽 可以一路顺利地朝着东北方向赶去 他日夜不停 累了就变回蘑菇在泥地里休息 经过几天日夜不停地跋涉 安泽终于来到了二号平原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 二号平原与深渊的环境截然不同 这里十分干燥 安泽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恢复体力了 于是 他开始尝试人类恢复体力的方法 睡觉 在他睡意朦胧之时 一个黑色身影站在了他面前 这股压迫感让他睡意全无 安泽骨子里的那股站立 让他知道眼前的生物 正是自己的天敌 蚂蚁了 小蘑菇遇到了人类 可他的眼神里 为什么充满了战友的欲望 安泽一个闪身避开了蚂蚁的致命一击 但不幸的是 一只手臂还是被砍断了 他不敢再去犹豫 迅速朝着前方的灌木丛跳去 在跃起的一瞬间 安泽周身涌现出无数军丝 眨眼之间 那条断臂再次重新生长出来 安泽躲进灌木丛的下一秒 边见到那只蚂蚁 瞬间断成好几节 是人类 他已经很久没见过人类了 在他身头想看的仔细时 三只黑洞洞的枪口 便抵在了安泽的脑袋上 安泽立刻举起双手 我投降 见安泽没什么威胁 其中一人再择了一口后 目光更加放肆地打量起来 你还别说 这小模样还挺不错 但也得按照规矩检查伤口 你自己拖 还是我帮你 安泽不敢动他 幸好另一人这时站了出来 霍森 别在野外犯病 安泽 你跟我来 说吧 便转过身子 安泽紧紧跟上那人 你们 是要回北方基地吗 前面男人随口应了声 算作回复 面对安泽的请求 众人经过一番商议 决定等收拾完战利品 他没有变异的话就戴上 在互相介绍一番后 安泽总算知道了大家的名字 为首的男人叫范思 刚刚让自己脱衣服的叫霍森 剩下那名男人叫安东尼 初次走出深渊的小蘑菇 就被劫色 这一下该如何脱身呢 小蘑菇从范思手中接过匕首 在戴上手套后 开始细细切割着蚂蚁腿 接着将切下来的蚂蚁腿 整整齐齐地摆在一旁 这时 本应在放哨的霍森 走来一把搂住小蘑菇 他眼角的余光 毫不遮掩地打亮着眼前的可人 小宝贝 别被恶心吐了 范思察觉到小蘑菇的处境 替他赶走了霍森 小蘑菇对范思的出手相助很感激 他走上前想去帮忙 但范思怕他被扎伤 让他在一旁看着就行 站在一旁的小蘑菇 忽然注意到 地面上有暗红色的水珠 似乎安泽身体里流出的 也是这些水珠 难道有人被划伤了吗 在收拾完战利品后 小蘑菇便被安排进 最外面的休息室 随着汽车的轰鸣声响起 这段以北方基地为目的地的旅程 也算正式开启 小蘑菇躺在休息室内 忽然听到驾驶室内的范思 和安东尼的交谈 听俩人谈话 似乎安东尼的情况有些不对 他想去了解情况 但此刻休息室内一片黑暗 什么也看不见 呼的 小蘑菇睁开眼 他有些茫然地看着突然打开的舱门 接着便见到一只手伸了进来 是霍森 霍森不断逼近小蘑菇 小宝贝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不会开车 用不了重武器 你的队友总不可能带着你刚看着吧 像你这样的小窗户 我见多了 不过这么漂亮的 还是第一次 在这个末世 你没必要因为死亡和任何人道歉 因为下一刻死的 可能就是自己了 面对霍森的逼迫 小蘑菇赶紧从包里 磨出范丝交给自己的匕首 被欲望充斥脑袋的霍森 哪能察觉他的小动作 即使休息室外传来剧烈的打杂声 他也只是以为 安东尼等不及了 强烈的窒息感 使小蘑菇有些恍惚 可下一瞬 他瞳孔一阵 似乎看见了某些恐怖的东西 顺着小蘑菇的视角 看去 舱门外正站着一个半人半怪物的东西 怪物在察觉被发现后 紧接着俯下身子 霍森忽然发现 身下的小窗祸 浑身发抖 他是在装可怜吗 不等他细想 这个他本以为 可以随意蹂躏的小宝贝 浑身射出无数军丝 这些军丝 在打断霍森的同时 也一并打开了车门 小蘑菇不敢耽搁 立刻拽着霍森跳下车子 可怪物并不打算就此收手 依旧紧紧跟在小蘑菇身后 车内的范丝 通过监控 看到了跳车而逃的小蘑菇 他眉头一皱 立刻调转车头 朝着小蘑菇开去 本在逃跑的小蘑菇 也察觉到了 范丝在接近自己 转身朝着车子跑去 在人与车厢接触的一刹那 范丝一把将小蘑菇拽进车厢 随后立刻关上车门 小蘑菇想问霍森怎么办 但范丝直接调转车头 表示就不了了 的确 通过监控 已经可以看到 那个怪物 在吸食霍森的脑水了 当生离死别成为常态后 死亡似乎也不再那么可怕了 范丝似乎猜到了 刚刚发生了什么 随口问了句 是安东尼变异了吗 小蘑菇听言 忍不住低下了头 对不起 我看到蚂蚁假片上有血迹 如果早点说出来 说不定 范丝打断了他 安东尼没有变成蚂蚁 我们之前还遇见了 一群变异的蚊子 毕竟无数次生离死别的范丝 早已看待这些 安东尼的死在他眼中 和任何人都没关系 只是因为他想回家 所以隐瞒了受伤的事情 他知道 如果说出来 就必定会被抛弃 倒不如赌一赌 那霍森呢 闻言 范丝的表情更加无所谓了 霍森这人死得不冤 他手底下 至少有五条人命了 如果不是实在人手不够 我也不会和他合作 他当时在干什么 欺负你吗 小蘑菇转过脑袋 不愿再去提及 车内迅速陷入安静 隔了好一会 范丝才重新开口 我有个弟弟 和你差不多大 之前出野外 都一直在一起 果然 这句话又让小蘑菇 重新好奇起来 他问那个弟弟 现在在哪 死了 两个月前在基地门口 被审判官杀了 听到审判官 这个陌生的词汇 小蘑菇一愣 他的反应倒也让范丝 好奇他是哪的人了 对此 小蘑菇只能表示 自己以前不和人打交道 范丝没再多问 但还是解释了 一番这所谓的审判官 小蘑菇终于来到了北方基地 老公在这都等好久了 基地内有个制度 叫审判者法案 众人依据这个制度 从而创立了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隶属军方 地位很高 叫审判庭 审判庭的成员 被称为审判官 他们一般都在基地门口轮职 每个人都有杀人执照 杀人不会犯法 那天 范丝带着弟弟回到基地门口 运气似乎和他开了个玩笑 他们碰见的 不是普通的审判官 而是他们的老大 大家都喊他审判者 他再看了一眼 便朝弟弟开了枪 没有任何理由 范丝虽恨他 但也没有丝毫办法 因为基地里恨他的人太多了 不差自己一个 说不定自己哪天 也会被他打死 小蘑菇有些慌了 他想问那位审判者大人 真的可以将 所有的一种认出来吗 面对这个问题 范丝沉默下来 好片刻才达到 死无对证 宁可错杀 也不放过 要是真的一种混进基地 肯定会被发现 今年一整年 才发生一起一种袭击事故 这番回复 让小蘑菇更加坠坠不安 他擦了擦 因紧张过多流出的冷汗 他想悄悄离开了 回到怪物丛生的旷野 虽然不确定 自己能活多久 但一定会比明天更久 可是 一想到包子 是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 他还是忍住了 逃跑的想法 就这样 小蘑菇一路跟着范丝 来到了北方基地 小蘑菇与老公的初次相遇 就被他当着众人面 强行戴上手铐牵走了 小蘑菇一路紧跟范丝 来到人群后方 排起了队 他满脸紧张地 朝四周张望着 周围全是穿着 黑色警服的审判官 小蘑菇不敢多看 下意识撇开 也是这一刹那 他神情一致 不远处 一名擦拭枪支的男人 吸引了他的目光 男人有着一双清朗的毛子 他也同样注意到了小蘑菇 俩人眼神相接的瞬间 小蘑菇便见对方举起了手枪 身后的范丝 见小蘑菇迟迟不动 转头想问原因 哼的一声枪响 范丝应声倒闭 小蘑菇终于知道 他是谁了 这就是审判者 他是审判庭的主人 审判每一个进入城门的人 是人类还是一种 他可以决定任何一个人的生死 无论是谁 不需要理由 范丝死了 接下来该轮到自己了 既然来北方基地是自己的决定 那么接受审判 就是自己的结局 不论结果如何 小蘑菇心里默默数着数 本以为在第三声 就会步入范丝的后尘 可直到第十三声的时候 对面审判者依旧没有动作 终于 男人收起了枪 然后对小蘑菇说了句 蹲我来 小蘑菇低垂着脑袋 默默等他先走 可眼前之人始终不动 小蘑菇抬起脑袋 满脸疑惑 他怎么不走呢 男人声音愈加冰冷 伸手 小蘑菇听言 乖乖伸出双手 就见对面审判者 掏出一副手铐 咔哒一声 将他带你 随即在众目睽睽之下 牵着小蘑菇前往审判庭 乖顺可爱的小蘑菇 碰上高冷无情的路上笑 俩人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小蘑菇发现 人类真的很奇怪 在审判者射杀范丝时候 没一个人说话 现在审判者要走了 大家却围着范丝的尸体 窃窃私语起来 小蘑菇被审判者带进了城门 城内肉眼可见之处 都不满了防御设施 不远处 几名审判官正在审问一名男人 你的妻子呢 这次和你一起出城了吗 通过安泽的记忆 小蘑菇了解到 感染者的记忆会受到影响 所以审问也是辨别方法之一 男人带小蘑菇来到一扇门前 随后掏出对讲机 审判庭 陆峰 申请基因检查 话闭 铁门硬声打开 陆峰拉着小蘑菇走了进去 这间屋子里 摆放着各种不知名的玩意 屋子中间坐着个金色头发的男人 男人在察觉陆峰到来后 便放下手头上的工作 伸手推了推近况 陆上校竟然会来到这里 您不是一向用子弹解决问题的吗 面对男人的调侃 陆峰面无表情地提醒一句 请您配合 不是 金发男人听言一愣 好片刻 才转身对小蘑菇说了句跟我来 小蘑菇赶紧跟上 在博士的指挥下 乖乖躺在仪器上 随着针管开始抽取血液 小蘑菇紧张地撇过头 男人看了眼血液颜色 随口说了句 血液颜色很健康 这话让小蘑菇误以为 男人是在夸赞自己 赶紧礼貌地回了句 谢谢夸奖 陆上校带着他的小娇气来提醒了 不过 小蘑菇似乎很害怕这位陆上校啊 听到小蘑菇和自己说谢谢 博士明显一愣 好片刻才忍不住哈哈一笑 好了 血液送去基因检测 时间一小时 全身增强扫描 预计要四十分钟 不要动 空气中的嗡鸣声 好像深渊里那些遥远的夜晚 又向大海发出沉闷的波涛拍打声 这种感觉 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形容 小蘑菇知道 这或许就是自己生命中最后的四十分钟了 等到结束被发现 自己就会被那位审判者大人 毫不留情地射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直到听博士说可以了 手上机械环自动松开 小蘑菇被博士扶了起来 他告诉小蘑菇 自己需要去看血茧结果 他可以先去椅子上休息一会 说完还不忘摸摸小蘑菇的脑袋 小蘑菇头发乱糟糟地坐在椅子上 等候血茧结果 眸光一瞥 便看见了同样坐在椅子上 等候结果的路上校 翡翠般的眸子 作用在这位上校眼中 却如此冰冷 小蘑菇被看得一哆嗦 他悄悄转过身子 试图以这样的方法 来避开上校的审视 终于 博士来打破了这种尴尬 他在看了眼手中的基因报告后 便表示没有异常 他们可以离开了 陆峰还是有些不放心 再次询问他是否可以 百分百确定对方是人 面对质疑 博士却露出了淡笑 虽然可能会让你失望 但我们确实没有找到任何把握 你看 人家小朋友都不愿意理你了 小蘑菇快被吓呆了 这个冷面老公又毫无预兆地杀人了 面对博士的调侃 陆峰冷声命令小蘑菇转回身子 小蘑菇听言 虽心里一万个不愿意 却也只能慢慢转过半边身子 你怕什么 面对上校的问题 小蘑菇不知该如何回答 只能抱着包裹 再次沉默起来 见此 陆峰也失去了聊下去的耐心 他起身戴好帽子 然后回头看了眼 还坐在椅子上的小蘑菇 还不走 小蘑菇赶紧站起身子 跟在上校后面 俩人一前一后朝着出口走去 不然 走在前面的上校停下了步子 他在沉默数秒后开口道 看到你的第一眼 我直觉你不是人类 小蘑菇被说得一哆嗦 但还是忍着内心的慌乱问了句 那 第二眼啊 这个问题 陆峰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掏出检测报告 再次确认一眼 才对小蘑菇做出警告 这是我第一次申请基因检查 你最好是 小蘑菇接过对方手中的报告 再看了眼后 俩人又沉默数秒 陆上校才重新带着小蘑菇 向出口走去 在临近出口时 他们遇上了一个队伍 这个队伍正压着一个男人 不知去往何处 队伍领头的长官见到陆峰后 恭敬地打声招呼 然后解释起身后压着的这个男人 高度怀疑感染体 但没有决定性证据 所以家属强烈要求进行基因检查 陆峰在撇眸看了眼后 随口应了声 两个队伍就此分开 可紧接着 小蘑菇就听见了一声枪响 这位审判者大人 居然又毫无预兆地 朝那个队伍中的男人开枪了 陆上校对小蘑菇 真是异常宠密 居然破格为他解释起来 上校看着倒在血泼中的男人 神情冷漠地说了声 没有 人群中的女人 被这一幕刺激地疯了 似的大叫起来 小蘑菇看着身旁的陆上校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眼神 那是一种透进骨子里的冷漠感 或许对于审判者来说 杀人是比姑息还正常的事 他不会因此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 因为他早已经看惯了 小蘑菇一路跟着上校来到出口 这里摆放着 一具盖着白布的尸体 是范斯的尸体 小蘑菇蹲下身子 想掀开白布 再看一眼范斯 却被一旁的士兵伸手挡住 士兵告诉他 这个佣兵队已经无人生还了 所以装备物资将由基地回收 战利品折算货币 与抚恤金合并向家属发放 说着 掏出一张ID卡 递给小蘑菇 小蘑菇沉默下来 过了片刻又问士兵 他们要把范斯带去达里 士兵看了眼这具尸体 简单回了具焚化炉 听到这个回答的小蘑菇 再次沉默下来 身后的陆丰健壮 也不得不提醒他 还没拿ID卡 闻言 小蘑菇鼓足勇气 看向陆丰 他真的 没有受伤 陆丰翡翠斑的毛子一鸣 他伸手 逃出腰间的手枪 然后向着范斯尸体走去 接着用枪口轻轻挑开白布一角 小蘑菇顺着这个视角看去 下一瞬 他就愣住了 范斯的指尖上 有着一个很不显眼的刺伤 小蘑菇第一次感受到 独属人类的情感 那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 他的心脏 也在这一刻 变得沉甸甸了 当看到范斯指尖的伤口时 小蘑菇瞬间明白了 那天被蚂蚁假骗刺伤的 不是安东尼 而是范斯 而他告诉自己 有些人即使受伤 依旧心存侥幸领满下来 是因为他想回家 这个人说的 其实也是他自己 想明白一切的小蘑菇 默默接过士兵手中的ID卡 然后小心装进自己包裹里 但在抬起脑袋时 却见那位审判者大人 已经走远了 身后一阵声嘶力竭的叫喊声 引起了小蘑菇的注意 是刚刚被射杀 那个男人的家属 女人不顾士兵的阻拦 对着早已走远的陆锋 破骨大骂 审判者 你不得好死 小蘑菇走到女人身旁 此时女人泪水早已流干 她只是双目无神地缩在墙角 您不走吗 女人文言瞥了她一眼 那个死的和你是什么关系 小蘑菇一正 她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自己 和范思的关系 毕竟俩人从见面到现在 阴阳两格也只是短短数语 过了片刻 她才开口 她是我的朋友 她救了我 这个回答 一下子让女人想起了往事 她再次戳气起来 小蘑菇看着这幅场景 手中愈发想要捏紧那张 属于范思的ID卡 这一刻 她忽然感觉自己心脏沉沉的 她知道 这就是属于人类的感受 初来乍到的小蘑菇 就加入了反抗路上校的组织 这是和老公闹别扭了吗 小蘑菇一路跟随人群 向城内走去 在系统识别成功后 北方基地的真帽 也终于显现在她眼前 她看着这座城市 正正出神 好片刻 小蘑菇才反应过来 她知道自己该走了 她来此事有目的的 小蘑菇跟随人群 踏上一辆列车 这间车厢 已经入座不少人了 大家都在谈论着自己 从外面探险的经历 听着前座俩的男人 有些兴奋的谈论声 小蘑菇猜测 他们此时的心情 应该是高兴的 高兴的人 往往不介意帮助别人 于是她怯生生站起身子 先生 六区怎么去 她的猜测是正确的 男人很大方的 给她指明了方向 在谢过一方后 小蘑菇继续坐了下来 看着窗外的景色 她的内心 却在不停地默念着 安泽的住址 外城六区 117号建筑 门牌号0514 可她却忘了自己 只问了六区的 于是下车后 便再次迷了路 小蘑菇看着偌大的车站 想着 是不是应该再去 找个人问下路 也正是这时 一个戴着眼镜的 男人主动透了上来 你好 朋友 你建议了解一下我们吗 小蘑菇看着男人 递出那张 写着反对审判者 独裁的纸条愣了愣了 你知道11号建筑怎么去吗 小蘑菇终于有了 属于自己的名字 就叫她安泽吧 小蘑菇在稀里糊涂间 加入了眼镜男人的 反省看者游行 也从男人那得知了 117号建筑的方向 随着越来越接近 这栋建筑 那些关于安泽的记忆 再次浮现于脑海 凭着这些记忆 小蘑菇独自来到了 一间房门前 然后从身上 扯下那张 属于安泽的ID卡 低了一声 房门很轻松地打开 小蘑菇见到了安泽的家 这间屋子很小 却也很温暖整洁 她走到桌子前 看着桌子上的小镜子 小蘑菇轻轻拿起 从镜子中 小蘑菇再次见到了安泽 这是属于安泽的面容 却也不是安泽 因为她的眼神 和此时镜中的眼神 并不相同 在小蘑菇很小的时候 在那个蘑菇生长的雨季 她被斜进了雨珠 打折了军笔 小蘑菇开始像 任何一个受伤的生物一样 开始努力地想要长回来 想要活着 再后来 小蘑菇开始有了 一些模糊的意识 她也变得和其他同类不一样了 可以控制自己的军思 可以在丛林和旷野间流动 也能感知外面的声音和动静 她成为了一个自由的蘑菇 再后来 她遇到了安泽 安泽曾问她疼不疼 小蘑菇回答自己已经忘记了 安泽又说 要替她取个名字 她说 小蘑菇 那就叫你安泽吧 想起安泽 镜中的安泽不由地笑了笑 小蘑菇第一次得知自己 原来是个毒蘑菇 也终于感觉到 做人类的压力了 小蘑菇一个人坐在窗户前 她在想 接下来该干什么 看着窗外的阳光 小蘑菇不由地伸出了手掌 接着就见疏到雪白的菌丝 顺着手掌蔓延而出 小蘑菇扯下一点菌丝 然后放进嘴里嚼了嚼 这是种软软的 甜甜的味道 是一种很好吃的味道 可下一刻 小蘑菇就感觉 眼前的世界不真实起来 她感觉自己的身子 仿佛沉入了深海 意识却随着温满的阳光 飞向了天际 直到傍晚时分 小蘑菇才缓缓睁开双眼 她是被冷醒了 安泽下意识 爬上一旁的小床 然后用被子裹住全身 接着细细想着 自己是怎么了 她记得自己是吃下了 自己的菌丝 然后就陷入了昏迷 所以 自己是个有毒的魔工 安泽肚子咕咕叫了起来 她该补充能量了 可基地内没有任何一片 湿润的土壤 所以她准备和人类一样 通过进食补充能量 安泽去食堂点了一份土豆泥 和一份土豆汤 然后自己的余额 只剩下9.2了 再浇完水费 卡上余额 只剩下9.1时 安泽终于意识到 自己得找到经济来源才行 这时 身后忽然有人叫了她一声 安泽寻声回过头 便见到一个男人 站在自己身后 男人在见到安泽第一眼时 满脸惊恐 安泽 你回来了 你不是 男人经与安泽 是从小长大的朋友 可小蘑菇 为什么会不喜欢他们 安泽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他想起来了 男人名叫乔西 他是安泽的邻居和朋友 俩人从小一起长大 在小蘑菇的记忆中 安泽是个靠文字为生的人 他的工作 是写一些工人们消遣的小说 散文或者诗歌 然后向基地投稿 不过在三个月前 为了节省紧张的人手和资源 基地撤掉了这个部门 之后的安泽 便准备参加基地供给站的选拔考试 可乔西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显得很不开心 因为他一直想和安泽去野外 安泽深知自己的身体素质 不适合去野外 但架不住乔西的软膜硬泡 最终还是同意了 但在野外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面临死亡的时候 任何生物第一反应都是逃生 乔西也是如此 他并没做错什么 可小蘑菇就是不喜欢他 乔西看着安然无恙的安泽 有些不可置信 你的伤好了 你从深渊逃出来了 面对乔西的问题 安泽只是默默看着 可下一瞬 乔西还是发现了一些不同 他猛然后退几步 然后指着安泽哆嗦道 不 你不是安泽 你是一种 安泽不想理会 他默默从对方身边走过 抱歉 我不小心吃了毒蘑菇 记不清你是谁了 说吧 便掏出ID卡 准备离开 可下一刻 乔西一把按住安泽的肩膀 你真的是安泽 可是你 安泽再次沉默下来 过了片刻 才将怀中的检测报告 递给对方 直到此刻 乔西才接受 安泽从深渊逃回来的事实 安泽是个安分手挤的小蘑菇 安分手挤的蘑菇 不会违背任何物种的法律 所以他只需要学习 基地生活规律就行了 面对乔西的疑虑 安泽只表示 自己被人救了 其他的都忘记了 安泽究竟忘记了多少 安泽不想和对方纠缠 再次表示自己全都忘记了 并且不希望对方 再来打扰自己的生活 乔西愣住了 在他印象中 安泽是个很温柔的人 从不会对自己这样 安泽不知该如何回复 俩人就此沉默下来 好片刻 乔西终于作罢 再表示自己明天 再来看他便准备离去 安泽 我们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 在乔西离开后 安泽一个人蜷缩在小床上 一股悲气感 忽然涌上心头 只有他自己知道 安泽已经是一具白骨了 所以乔西不会是 安泽最亲近的人了 而他自己 也会在找到包子后 返回深渊 回到那个安静的山洞 然后扎根在安泽的身边 就此度过余生 在想到包子时 小蘑菇忽然寄起那枚蛋壳了 他浑身摸索一阵 好在蛋壳并没弄丢 但为了以防万一 安泽还是找了根小绳 将织串起 待在了脖子上 看着桌面上 整整齐齐摆放着许多书籍 安泽从中抽出一本基地手册 这本册子前面 都是在讲基地的法律法规 但小蘑菇觉得 他是个安分守己的蘑菇 并不会去触及这些 所以他不要看这个 直接跳过 去看了生活规律 从手册中 他了解了基地居民的生活方式 很简单 只要在规则下 躺在房里吃饭喝水就行 可如果吃饭 食堂就会扣自己钱 这可怎么办呢 获于生存压力的小蘑菇 最终还是选择打工来养活自己 可从未了解人性的他 真的能如此顺利吗 安泽明白 虽然自己在基地是自由的 但为了生存 他还是得找一份工作 在翻阅手册时 小蘑菇了解到 三号攻击站对面有个自由市场 那里或许可以找到工作 他准备明天就去看了 之后 小蘑菇又翻出一本 名为攻击站考核手册的书 在手指接触这本书的一刹那 他脑海中 那些属于安泽的记忆 变得无比清晰 房间内各个角落 都有他抱着这本书学习的画面 看来 对安泽来说 去攻击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一年后 攻击站有个考核 如果自己那时候还活着 就去试一试 这样的话 等他回到山洞后 就可以告诉安泽 那里是什么样的了 次日一大早 小蘑菇就乘坐列车 去了自由市场 初来乍到的小蘑菇 被这里喧闹的环境 吵得脑袋有些萌萌的 在他懵圈之际 一对貌似情侣的男女 弯着酒杯走了过来 小孩 看什么 过来学喝酒的吗 女人听言赶忙提醒 根据基地规定 未成年不能喝酒 男人却有些不屑 喝酒喝了 难道会被审判者带走吗 俩人的调侃 让小蘑菇有些不开心 他想告诉对方 自己不是未成年 可接下来 这对情侣相拥接吻的画面 还是让小蘑菇 面红耳赤地逃离了现场 初入黑市的小蘑菇 就遇见了难题 眼前这位夫人 似乎对自己并不友好 小蘑菇发现 黑市越往里走 外面摆的摊子 也越来越少了 在他愣神时 一个男子 拿着一部手机凑上钱 新出土的智能机 有电可以开机哦 要看一下吗 给你打九折 安折想拒绝 但男人依旧不依不挠 你有手机啊 那你需要充电网吗 我没有钱 在安折说完这句话后 男人手上的动作 立马顿住了 半赏才叹口气 没钱来什么黑市 安折表示自己 想来找份工作 并问对方知道 可以去哪找吗 男人看着安折成因议会 接着便指向一个通道 看你资质挺好的 从那边下去 地下三层 找老板娘 安折谢过对方后 便顺着男人 指的方向 来到地下三层 刚到这儿 一鼓一响 让安折忍不住 捏紧了鼻子 顺着这条有黑的通道 一直往里走 不知过了多久 一阵窃窃嘶语声 让安折顿住了肚子 在听完暗处的交谈后 安折直接正住了 他想起了霍森 欺负自己时说的话 也终于意识到 地下三层意味着什么 安折觉得自己该离开这儿了 可一个转身 却撞进陌生人的怀抱 但小蘑菇抬头 看清眼前之人的面容时 更是错愕不已 眼前站着的是一位女人 准确来说 是一位风情万丈的女人 她那本就魅惑众生的眉眼 在那一袭红裙的硬衬下 更显几分风采 可那件皮质外套 与手中那根随意夹着的香烟 却又让女人在魅惑之中 增添几分洒脱之色 小蘑菇感觉自己 好像进入了某个组织 现在的她 真可以说是身不由己了 女人用着极具挑逗的眼神 看着身下的小蘑菇 询问她 来此是为了买人还是卖自己 小蘑菇被她的话下的脸退几步 赶忙表示自己 只是走错了路 对此 女人显然不相信 因为黑市二楼是赌场销金窟 她可不信 眼前这位小朋友的目的地是那儿 小蘑菇不知该如何回答 只是紧张地盯着眼前的女人 女人看出了她的不安 出声安慰她 不用害怕 自己不会吃了她 那您可以让我走吗 这话让女人感觉有些可笑 只有走投无路的人 才会来三走 她不信 对方离开这儿 还有什么更好的去处 所以也只是将对方的说辞 归结于被这里的环境吓到了 她表示对方不用待在这儿 自己会送她一个大房间 谢谢 但我真的走错了 我只是想找个普通的工作 然后有人告诉我 我来地下三层 女人有些意外 黑市只有地上一层能见人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小蘑菇有些不好意思低下头 我现在知道了 女人却依旧没打算放过小蘑菇 基地法律不保护黑市 来到三层 没人能够出去 不过算你走运 萧老板的作坊缺人手 他要你 你就跟他 他不要你 后面的话 女人没有再说 而是让小蘑菇跟着自己 不多久俩人来到一扇门前 女人亲口几下 萧老板 跟你谈了生意 在说完这句话后 门便被打开一道缝隙 从里露出一位老者 杜塞 希克呀 小蘑菇终于找到工作了 没想到他的第一份工作 居然是做娃娃 杜塞再见到萧老板 第一眼就没废话 听说您徒弟喝酒死了 正在找下一个 您看看 我家这小孩怎么样 萧老板仔细打量一番 哦 看起来很听话 门言 杜塞笑容满面 实际上也很听话 我看他第一眼 就觉得萧老板不喜欢 之后 萧老板让小蘑菇伸手 再看了一眼后 更好奇小蘑菇的来历了 他不信这种小孩 会舍得往三层跑 杜塞一脸格意的 表示自己骗来的 这时 萧老板又让小蘑菇慢慢握拳 虽然不懂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只有五根手指而已 这可比控制成千上万的军丝容易 一旁的杜塞 见到小蘑菇的动作很是惊喜 萧老板 你捡到宝了 他的手比你上一个徒弟还稳 萧老板见状表示 自己先借用几天 好用的话就收下 小蘑菇听到好用这个词时愣住了 他在思考 什么叫做好用 杜塞看出了小蘑菇的不安 别忙安慰 别怕 萧老板确实不是什么好人 但他手艺很贵 萧老板听言立马反驳 我可是这座基地最大的好人 说吧 别让小蘑菇先进店里逛逛 他和杜塞 他在一间房子里摆放着许多不知名的道具 但眼下他更在意的是门外俩人的交谈 他隐约听见似乎是和审判者有关 可小蘑菇不明白 审判者又是怎么和黑市扯上关系 你敢想象高冷的路上笑也有 被人做成娃娃的一天吗 原来杜塞找萧老板 是想让他替自己做一个审判者的人偶 为此他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萧老板听言只是笑了笑 便不再多说 房内的小蘑菇 这时脚下一僵 低头一看 是一只假手 他蹲下身子用手戳了戳 在抬头瞬间 他又挣住了 面前竟然摆放着一句栩栩如生的假人 小蘑菇愣愣地盯着这句假人 门外的萧老板也不知何时回来了 他淡淡道 像吧 给你开个灯 看得清楚些 随着啪哒一声 这句假人在灯光的映衬下 更加微妙微笑 萧老板也终于解释起 这句假人的来源 A2137拥兵队的头哈伯德 他曾是拥兵队里最厉害的几个人之一 而眼前这个人就是他的富度 小时候一起长大 二十几年的过命交情 可却在上次出野外 人死了 一块尸体都没留下 在他死后的第三个月 哈伯德找到萧老板 花费了大半身家 向他买这个人 萧老板接下这个活 自然不敢出错 眼前这个人偶 除了不是活的 其他都一模一样 毕竟人家下半辈子 就要看着这么一个假人过活了 萧老板曾是做那种生意的 后来外面越容易死人 人就越容易发疯 他的手艺也就值钱了 毕竟是给活人下半辈子留个念想 说爸 他轻拍了拍小蘑菇肩膀 你好好跟我学 过上十年 比所有佣兵都要值钱 小蘑菇忍不住问他 那您要做审判者吗 萧老板当即表示 怎么不做 审判者大人忙着杀人 他才懒得管这种货事 小蘑菇终于找到 有关包子的线索了 安哲在店里工作的第三天 萧老板忽然通知 哈伯德过来取人偶 在挂断电话后 他小心翼翼 从柜中取下人偶 放在椅子上 小蘑菇忍不住侧目看去 那端坐在椅子上的人偶 这一刻仿佛活过来似的 不多久 门之鸭一声被打开了 从门外走进一个 神情低迷的男人 此人正是 A2-137拥兵队的队长哈伯德 他那本暗淡无光的毛子 直到触见椅子上的人偶 便彻底震住了 好片刻 直到一旁的萧老板咳嗽一声 还让他从那种状态走出 回过神的哈伯德慢慢走近 在快触及人偶面庞时 又呼得顿重 他慢慢收回手 然后对一旁的萧老板 说了声谢谢 不谢 还得谢谢哈伯德先生 给的数据足够 需要我帮你放进箱子里吗 男人谢绝了他的好意 接着亲手抱起人偶 放起箱子里 一旁萧老板好心提醒一句 人偶没两个月维护一次 到时候送来就可以了 有什么新手艺 我就再给他用上 哈伯德却好像猜到了什么事了 萧 斯科特从不做赔本生意 文言 萧老板尴尬的笑了笑 哈伯德队长神通广大 我就不行了 前几天接了的大单 男人数据不好找 想拜托你 说着就伸手比坏了的 枪支的手势 哈伯德顿时明白过来 他愣了愣 转身准备离去 这时小蘑菇忽然拦下对方 然后拿出挂在脖子上的 那枚弹壳 先生 您知道这是哪里的东西吗 哈伯德文言 仔细看了看才到 供给战和黑市 没有这种信号 这是军方的东西 小蘑菇在狱路上笑 这位狱上笑 似乎很不喜欢自己 今天是小蘑菇打工的第三天 小老板夸他眉毛中得好 提前让他下班了 并且还预付了一个月的工资 所以小蘑菇现在有60块 他准备去黑市一层喝土豆汤 当来到一层时 他发现今天的气氛明显不对 今天的人数比以往几天少了许多 并且大家看起来都很紧张的样子 虽然内心疑惑 但他还是准备先去喝土豆汤 在接近摊子时 小蘑菇神情一紧 接着转身就准备逃跑 可紧接着一声回来 就让他止住了脚步 安哲只能自认倒霉地转过身子 他也终于想起来 今天是沈叛庭的日常寻防 陆峰盯着小蘑菇冷冷道 肢体动作僵硬 动作回避 记一份 一旁助手听话地 在本子上写上几句 安哲顿着 他看了眼陆峰 可在接触对方眼神时 又快速撇开了 陆峰接着道 眼神闪躲 记一份 安哲发现 眼前的场景和萧老板带涂地时很像 但不同的是 萧老板会寻寻善诱的教导 陆峰的教导方式 却有些吓人 陆峰看了眼助手 询问他结果 助手恭敬答道 回上笑 综合各项指标 受神者属于人类 具体指证原因是怕名 陆峰勾了勾唇角 安哲第一次看见他笑 虽然这个笑容微乎其微 这是小蘑菇 第一次见陆上笑生气 所以是 发生了什么呢 陆峰掏出手枪轻抚着 你在这里干什么 安哲如实回道 我在这里上班 一层还是二层 安哲愣了数秒 回了去三层 一旁助手刷刷 记录着俩人的谈话 语言审问无异常 受神者属于人类 闻言 陆峰呼的转头冷冷盯着他 过了片刻才闭上眸子 你可以走了 小蘑菇在说了句谢谢后 赶紧从他身边溜走了 他又去了那间豆汤 垫点了一份土豆汤 今天他 真的很想喝这个 虽然这里的土豆汤 价格是居民区的三倍 但差别也很明显 这里有肉末 牛奶 并且汤也浓稠很多 要是身边没有审判者 就更好了 安哲在喝完后起身想离开 面对一旁驻足的审判者 他内心的想法 却是最好能不引起一丝波澜的 从他身边走过 可终究事与愿违 在俩人交错的一刹那 安哲忽然听到陆峰 骂了句废话 这让他吓了一跳 似乎要发生什么大事 他也不敢再去耽搁 急忙来到车站准备回家 随着列车到站 车内乌泱泱的人群纷纷下车 广博这时也想了起来 他告知后车的众人 因为设备出了故障 所以得全部在车下分散等待 人群在听到这一通公告后 开始纷乱起来 大家开始纷纷朝着一个方向逃去 安哲看着这莫名的一幕 虽内心疑惑 但还是决定先跟着众人走再说 一种混入基地 杜夫人对陆上校竟有别样感情 纷乱的人群挤得安哲 有些不知所措 这时身后一个身影撞向了他 安哲回头一看 是黑市三层的杜夫人 他想去说些什么 但杜夫人似乎很着急 一把拉起安哲就跑 深夜 广场边缘整齐停放着一排装甲车 他们与那些全副武装的士兵 合力将这座广场所有出口 进阶围堵起来 安哲反应过来了 他们现在所处的地方 正是城防锁 他伸手拍了拍杜夫人后背 帮他顺口气 他们是怎么了 文言 杜赛眸光不自觉 瞥向不远处那些愈发癫狂的居民 有一种混进来了 车里肯定有一种 进车排查花的时间太长 一种发作起来 如果不及时打死 一死就会是几个车厢的人 分散出来好排查 不过很久没发生这种事 这次连审判者也没认出来吗 说到这儿 杜赛面色不又紧张起来 安哲解释 审判者今天在寻防 他也意识到 陆峰刚刚对通讯一说废话 应该也是因为这件事 杜赛一把抓住安哲 他在这里吗 似乎是为了印证安哲所说的真实性 在杜赛问完这句话的下一瞬间 就见空中划过一道流光 接着空的一声 落在不远处 一个男人的肩膀上 安哲紧盯着流光的源头 在黑夜与火光的映衬下 两条修长的身影 自暗处慢慢走近 杜赛被寄生 路上笑冷漠执法 随着装甲车上的美光弹扫过 几名被一种寄生的人类 顷刻间化为交尸 杜赛在看见这一幕时 却不由地握紧了身旁的安哲 因为这几名一种鼻 有一个就坐在自己身后 不过他没攻击人 自己应该没事 说吧 杜赛转头看向城门口 眼底随之浮现一丝追忆之色 五年前上校就就过我一次 在城门口和现在差不多 听着他的回忆 安哲对路风这个人 似乎更了解了些 这座基地内 有人会对路风恨之入骨 但也有人将他视为信仰 几分钟后 路风带着助手走向几具交尸 就见他单膝跪定 接过助手递来的刀后 便面无表情地滑开 其中一人的杜赫 安哲和杜赛 因为位置的原因 很容易就能看见现场的情形 安哲觉得 那像是昆虫的诱体 或许是蜘蛛一类的东西 路风在见到这一幕后 眉头一蹴 随即干净利落地滑开 整个石道和喉管 一种诱体源源不断从中涌出 路风立刻起身 将手套脱下 丢在尸体上 寄生类 高度扩散可能 全员排查 杜赛整个身子忽地软了下去 安哲赶忙扶住他 此刻杜赛整个身子 止不住地颤怒 他想起自己刚刚说过的话 那个人刚刚坐在我后面 路风也注意到了这边的异常 他的目光停留在杜赛的脸颊上 安哲循着他的目光看去 就见杜赛额头上 出现一个很小的水泡 水泡里面的东西 在微微蠕动着 杜赛伸手摸向被寄生的地方 他的眼神 死死盯着向自己走来的路风 看着指向自己的枪口 他终究是绝望地闭上双眼 随着砰的一声枪响 杜赛整个身子向前倒去 一阵沉闷的声响过后 这位风华绝代的杜夫人 最终还是倒在了五年前的那一天 小蘑菇真的不喜欢路风这个人 他太可怕了 在杜赛死后的第一时间 几名士兵便来处理了他的尸体 安哲看着周围人们惊恐的神情 他感觉人类基地和深渊 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这里同样充满恐惧 人们会因为内心的猜忌而发生争执 最终演变为大打出手 再接着留一声枪响来结束一切 整个广场再次陷入死尽 安哲想看路风去了哪里 在瞥眼之间 他注意到前方一个男人 脚边有枚黄红色的蛋壳 他下意识摸了摸胸前 好在自己那枚并没有丢 安哲快步向那枚蛋壳走去 这一举动倒让一旁的男人吓了一跳 靠 离我那么近干嘛 安哲解释道 对不起 我有东西掉了 在拾起蛋壳的一瞬间 他就镇住了 手中这枚蛋壳无论是重要 花纹 大小都和自己脖子上的那枚 没有什么区别 他将蛋壳紧紧握在手心 细细想着刚刚所发生的事 刚才陆锋在射杀肚赛时 似乎就站在这个位置 或者不远处 然后他开了枪 那这枚蛋壳 就是属于陆锋的 属于审判庭 那自己这枚呢 也和审判庭有关吗 如果是审判庭 自己就不能直接去问 那样无异于承认自己是个魔鬼 不等他再去多想 广播声再次响起 他告知众人缓冲时间已经结束 让大家有序排队 接受感染排查 人群里有个小孩 对此很不解 不明白为什么要等30分钟才排查 一旁父亲告诉他 刚被虫子钉了一口 是看不出是否被感染的 审判庭说 感染30分钟后 就能判断出来 那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 我听说他们想杀谁就 不等孩子说完 父亲一把指住孩子 闭嘴 你想现在就被枪毙吗 安哲站在人群里 听着一声声枪响传来 他心里默默数着每一声枪响 慢慢的 他看到了靠在石柱旁的陆锋 一直到第73声时 现场只剩下安哲一人 陆锋将安哲细细打量一半 手里是什么 然后乖乖伸手露出手心的蛋壳 陆锋没说什么 俩人就此陷入一种异样的氛围 好片刻 陆锋才到 走吧 安哲的生活又回到了从前 不过自那次一种事件后 基地的防御措施 比以前更年了 萧老板对新收的这位徒弟 也颇为满意 眉毛练得怎么样 你多看看照片 保证准确度 安哲应了声 这时 萧老板又忽然笑了起来 哈伯德在黑市手眼通天 搞到几张审判者的照片 不是什么男士 现在连存着审判者照片的平板 也是我的了 陆锋实在太可怕了 就算是人偶小蘑菇 也被吓得不敢入睡 萧老板对哈伯德的办事效率 很是满意 虽然没有搞到具体数据 但照片拍得好 也能做得差不多的 他将陆锋的照片看了又看 终是忍不住感叹一句 这张脸真能让女人疯狂 你喜欢他吗 安哲听言顿了顿 他不知道萧老板为何这么问 但眼下的他 对陆锋只有恐惧 我不喜欢他 闻言 萧老板脸色顿时一板 那你是反对党了 我最讨厌反对党 我上一个徒弟就是 他拿着我的工资 竟然游连 每周都请半天假去游行示威 安哲解释自己 没想去反对党 但萧老板却懒得再听下去了 我不管你是反对党 还是拥护党 只要不请假就可以 小蘑菇立马表示 自己不会请假 得到保证的萧老板 终于笑了起来 不愧手得好屁力 安哲见萧老板 心情好了起来 忽然开口问他 自己可以住在这里吗 这让萧老板一愣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安哲不知该如何解释 我的邻居 他总是 不等安哲想好合适的措辞 就见萧老板挑挑眉毛 他想和你上床 安哲赶紧否认 并不是 他只是一直想接近你 萧老板只能感叹 自己这位徒弟太过天真了 这和他想和你上床 有什么趣 安哲感觉还是有的 他们曾经是好朋友 是一起长大的邻居 他在外面当佣兵 自己则是给城务所的报纸投稿 俩人平时会互相照顾 后面自己想考供应战 但他却不让自己考 说太难了 他让自己和他一起去野外 做一点轻松的工作 安哲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萧老板失笑一声 你考上供应战后 破例平民 出人头地 他怎么办 他这辈子就是个普通佣兵 你还会和他一起过吗 说不定 你一进去 就能勾搭上供应战的高官 这样 他可站不住你了 小蘑菇知道 安哲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回答 我不会 你不这样做 他也会这么想 谁能说得准呢 人心就是这么难看透 所以 千万别和这种 没出息的人搅在一起 安哲在听完 萧老板的一番说教后 更觉得他是个好人了 萧老板就像 深渊群居怪物中的长辈 能给年轻一辈 提供人生指导 而萧老板 这次也没负安哲的期望 他鼓励了安哲的进行 你呢 好好在三层留意着 找个大傭兵队的头 哈勃的那种级别的 保管他 见了你就可以 他要再来 就喊你男人揍他 不是男人也行 A2104的女队长 见了你肯定喜欢 萧老板依旧在独自叨叨着 安哲忽然站起身 走到他身旁 审判者的手指 比这个要长一些 这话一下让萧老板 闭上了嘴 赶紧慢慢咧咧回去反攻 从今天开始 安哲就住在了三层 可今晚的他 却怎么也睡不着 只因路风的人偶 在他的雕琢下 太过微妙微笑 这使得他有些郁闷 安哲下床 将人偶转了个像 然后推到一个 自己看不见的角落 这才安心回去睡觉 一日 萧老板一大早 就吵醒了睡梦中的安哲 你怎么又把上校 搬到一边去了 安哲睡眼轻松地解释道 他在旁边我睡不好 这让萧老板气个半死 就见他走到安哲床边 用手使劲敲了敲他脑袋 你事情还挺多 前几天不还能抱着人头睡吗 安哲不说话了 但在他心里 路风可比人头可怕 所以小蘑菇再次 将自己裹进被子里 路上校的人偶终于完工 可小蘑菇却害怕起来 还是拿帽子将他遮住吧 安哲最终还是爬出被窝 然后开始慢吞吞穿起衣服 一旁萧老板见状 不由叹了口气 算了 我看你也别出去勾搭佣兵了 就跟我好好干吧 小蘑菇不解 萧老板摇着脑袋择了声 你这小模样 不行 那些佣兵痞子 他们会欺负我 小蘑菇更猛了 他们为什么要欺负我 萧老板终于忍不住 凑近敲了下对方脑门 好玩呗 对此 小蘑菇只能委屈地捂住脑袋 他感觉萧老板 刚刚已经在欺负自己了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安哲已经制作人偶有30天了 也就是说 今天之前 他们给将人偶送货上门 安哲仔细检查了翻自己重的头发 确保没有丝毫问题 眼下就只剩下制作人偶的眼睛了 陆峰的眼睛很漂亮 在光下时 是一种冷冷的绿 像冬天里透明泛白的冰块 冻住绿叶的颜色 而在晚上昏暗的光线里 却又是一种深浓的墨泥 就像夜色里的湖泊 安哲细细回想着 当萧老板调制的颜色 与自己记忆中相重合时 他开口提醒萧老板 已经调制好了 这股眼力 让萧老板不由赞叹一家 安哲没说话 只是将模具递给萧老板 看着他将胶体换入其中 接下来等待冷却 等成型后再嵌入眼白中 最后安装上去就好了 安哲静静静看着 端坐在椅子上的陆峰 没一块 他就感觉自己有些紧张了 眼前的人偶和陆峰本人 实在是太像了 他不敢再看下去 从一旁拿起军帽 然后一把扣在人偶的脑袋上 一旁萧老板没察觉 小蘑菇的动作 还在感叹 自己这次做工的完美 等会再找乐森送 就更完美了 因为他便宜 可打了好几个电话 也没人接听 无奈 萧老板只能给哈伯德 打去电话 这次电话那头 却传来对方 已经离开基地的留言 萧老板顿感不妙 一把拿过平板 情况不大对 赶紧把握脱手 今晚没别的事 你跟我一块去送 他一边说着 一边将平板上的照片 快速删除 俩人很快来到六区 安哲和萧老板 搬着箱子上楼 安哲发现 他们这一路上遇到的女性 都是高大硬朗的 且大多数都留着短发 这和杜赛很不一样 杜赛漂亮 柔软 这样的柔软 即使在地下三层 也很少见 他很特别 萧老板似乎也察觉到了 小蘑菇的异常 他叹了口气 脸上也少有的露出一丝悲凉 没有第二个都在了 俩人寻着送货地址 来到十二号房门前 小蘑菇敲了敲门 你好 我们来送货 房内静敲敲一片 小蘑菇又试着敲了几次 毫无例外 都没人回应 萧老板终于忍不住了 上前用拳头砸了几下 有人吗 地下三层送货 这时 一个中年妇女迎面走来 经过一番询问 才得知 十二号驻步已经死了 萧老板愣了片刻 神色愈发慌张 死了 那我的尾款谁付 这显然不是女人该操心的事 他随口道 审判者杀的 你去找他付 这句话 让一旁的安折一正 他似乎猜到了什么 赶忙问女人 十二号住户的姓名 女人沉默数秒 吐出杜塞二字 小蘑菇遭遇纠缠 陆上校急事赶场相救 并留下了自己的通讯方式 小蘑菇陪萧老板送货 到地后 才得知雇主是杜塞 俩人都沉默下来 萧老板忍不住撇头 看了眼身旁的箱子 半赏才到 你知道这一单多少钱吗 听言 小蘑菇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比哈伯德那一单价钱还要高 他玩了那么多男人 没想到也有真心 小蘑菇却有些猜到 杜塞动心的原因了 因为他曾经告诉过自己 审判者救过他 对此 萧老板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没想到 就连杜塞这种 从小就在男人身上混饭吃的女人 在感情上面也会这么傻 居然到死 也不明白一个道理 在他看来 审判者这种没有感情的人 就算救他 说吧 萧老板再度皱起眉头 现在最让他担心的一点就是 杜塞已经没了 手上这批货又该怎么办 万一再被发现 审判庭肯定会找自己麻烦 安哲提议不然直接带回店 可紧接着 萧老板就摇摇头 绝对不行 静森突然联系不上了 我怕有事 说吧 他像是想起什么似的 忽然转头看向安哲 我记得 你家也在六区 既然你不在那边住 也不怕被人看见 这样吧 今晚你先带货回去 放你家 等过几天 没人查的话 再找一接盘 安哲有些猛 可萧老板却不再给他考虑的时间了 在看了眼手表后 便匆匆道 我得先回去了 快赶不上最后一班车了 最终 独留下安哲愣在原地 他CPU稍稍运作了下 便点了点头 同意了这个办法 因为在他看来 自己本就不在家里住 人偶只要暂时锁在那里就好 没问题的 于是乎 就出现了下面这个略有些滑稽的场景 安哲拖着比他整个人还大的箱子 在走廊内步态蹒跚地移动着 他也终于意识到问题了 这个实行的人偶实在太重了 好在六区市环形区域 13号和117号并不算远 他磨磨蹭蹭好半天 总算到了单元门口 可紧接着又陷入了另一个难题 他该怎么把箱子抬上五楼去呢 这段犹如天谦的路程 让安哲彻底断了希望 他只想好好休息一会 再去想其他的 而也就在他休息的功夫 按住一个人影 朝安哲迅速蹲动 在他还没反应过来时 就将他一把抱住 安哲 我从窗户里看见你 立刻就下来了 你去哪了 怎么现在才回来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一直在找你 你不许再走了 面对乔西一连串的问话 安哲不想理会 只想尽快挣脱对方 可乔西在察觉后 非但没有松开 反而抱得更紧了 他以为对方还在生自己的气 安哲 我错了 我给你道歉 我爱你 听到这话 安哲感觉萧老板好像说对了 这人就是想和安哲上床 于是淡淡回了句 谢谢 我有人了 乔西听言却笑了起来 真生气了 你生气的时候 就是喜欢故意气我 安哲实在不想再和这人 继续纠缠下去 于是再次挣扎起来 俩人纠缠之际 只见一道流光滑过 乔西被吓得一个机灵 赶忙松开安哲慌张的 望向子弹人头 安哲也看了过去 在建筑的阴影下 他发现了一道模糊的身影 安哲知道他是谁 只有军方的人 能在城内合法持枪 而在军方的各个机构里 又只有一种人 能够随意开枪 看来今天他又撞着路 审判者的城内巡防了 陆峰快步走至俩人身前 是你什么人 安哲回了聚邻居 听言 陆峰湖泊般的眸子 慢慢转移至乔西身上 面对审判者的审视 乔西闻身将命 好在对方并没做什么 在扫射了几圈后 就将眸光重新转向安哲身上 AD4117 我的通讯号 下次再发生这种事情 如果你愿意联系我 他将以猬谢罪被逮 安哲点点头硬了声 本以为对方会就此离开 不想下一刻 就见陆峰将手搭上了自己的箱子 安哲心跳呼的漏了一拍 可紧接着就听到了 陆峰那略有些冷淡的声音 帮你拿上去 陆上校略施小技 就让小蘑菇的秘密全部显露 面对上校的好意 安哲却是吓得浑身一紧 他赶忙准备去夺过 对方手中的箱子 不 不用的 我自己可以的 陆峰并未松手 可以 你住一楼 安哲立刻表示自己 虽然住在五楼 但也是可以拿上去的 听言 陆峰轻轻呕了声 拇指也随之摁在了安哲的手上 接着轻轻一拨 安哲手掌顺势被一下顶开 陆峰再次向安哲确认了一番楼层后 便提着箱子大步向单元楼走去 到这时 安哲才反应过来 自己居然在不知不觉中 又一次将所居住的楼层给出卖 无奈 他也只能跟上 不过在快进楼时 他还是瞥了乔西一眼 就见对方流着冷汗站在一旁 丝毫不敢动他 小蘑菇感觉萧老板 确实是个知识渊博的人生导师 他又说对了 只要自己身边有厉害的人 乔西就不敢靠近 即使审判者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楼道内只剩下陆峰军靴的哒哒声 这有些出乎安哲的意料 他本以为对方会问箱子里装了什么 但对方却什么都没说 此刻他们之间只有两种声音存在 军靴踏地时的声音 和自己跳动的心脏声 房门打开 安哲率先进屋 打开了放置于桌角的台灯 随后 学着人类的礼仪方式 对门外的陆峰说了声请进 陆峰一边摘下军帽 一边提着箱子走进小屋 在将箱子提进房间后 便靠在了门边 小蘑菇看出来了 他似乎没有想走的意思 于是试探着问道 您要继续寻房吗 陆峰依旧双臂环抱于胸前 淡淡回了句不用 他就那样毫不掩饰地看着安哲 直到安哲感觉有些不自在 而转过头 他有些猜到 陆峰留下来的动机了 他是不是还在怀疑自己不是人 所以留下来找自己的破绽 想此 他尽量保持着冷静 那您一会儿去做什么 回城房所休息 安哲接着问道 您不回审判庭吗 陆峰简单解释 因为太远了 俩人一问一打几回合后 就消耗掉安哲所有能谣的话题 他也终于忍不住了 鼓起勇气 撇头看向陆峰 那您什么时候去 陆峰呼得沉默下来 静静看着对面的安哲 安哲下意识垂下眼尖 他有些后悔 问出那个问题了 对方不会找自己麻烦吧 好 所幸这只是自己的猜想 陆峰在沉默片刻后 只是命令自己去给他倒杯水 安哲立刻答应下来 不过到了饮水机前 他才想起 自己没问陆峰 喜欢喝热的还是凉的 纠结一番后的安哲 最终还是摁下了代表凉水的案 要是这里有冰水的话 安哲想自己肯定会给陆峰 寄一杯冰水 他是一点也不想回去 面对陆峰 审判者帮自己拎东西 只是为了喝一杯水吗 难道他在外面巡房一晚上 明天告诉肖老板的话 他肯定会告诉自己 对方是想和自己上床 不过紧接着 安哲就察觉到了不对 禁分失联了 肖老板不敢把箱子带回店了 而审判庭都是劫队出行 今天却只有陆峰一人 还恰好在自己家楼下 以前有什么异常都会被他发现 今天却根本没问箱子里是什么 这很奇怪 他甚至觉得 对方可能是来抓自己的 想此 安哲立刻掏出手机 准备给肖老板打个电话 可不知什么原因 通讯器上却显示无法接听 也正在这时 屋内陆峰的一声进来 让安哲彻底正逐 没有退路的他 只能硬着头皮推门而入 小蘑菇双手端着杯子 小心靠近 上校 您的水 陆峰没有动作 面色却愈加冰冷 安哲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转头一看 就见陆峰已经坐在了自己书桌前 而自己前段时间 参加反审判者游行的横幅 正好被他拿在手中 让蘑菇被关起来了 而原因则是 涉嫌猥争了陆上校 安哲在意识到自己的秘密被发现后 一整个绝望中了 他小心翼翼将杯子放在桌上 淋个水 听言 陆峰放下手中那张反抗自己的横幅 将水杯拿起 放在唇边清明一口 凉的 小蘑菇被吓得赶紧认错 陆峰却没再说话 半赏才再次瞥向安哲 犯了什么罪 安哲低垂着脑袋 没有给上校接热水 可紧接着 陆峰就表示冷水也可以 听言 安哲接着道 参加非法游行 但陆峰又回了句不至于 至此 安哲的心彻底凉了下去 如果这些都不算犯罪的话 那自己所犯的罪 只剩下那个了 可这座审判者的人偶 又应该是什么罪名 安哲有些后悔了 他当初应该好好看一下基地法律 即使自己是个安分守己的蘑菇 用于那种不太好用途的人偶 应该是 安哲想了好多个罪名 可最终还是觉得 应该是委屈最合适 陆峰嘴角轻轻勾起 眼底也随之浮现出打趣之意 看过基地法律吗 安哲很诚实地摇了摇头 没有 陆峰一下子沉默住了 过了片刻 才对安哲道声 过来 听言 安哲虽不情愿 但还是乖乖往前走了一步 陆峰又道 伸手 安哲顺从地将双手伸出 可紧接着陆峰又说了句 莫名其妙的话 放上来 小蘑菇顿时蒙圈了 放哪里 陆峰言简意该回了句 我身上 安哲虽有些不明所以 但还是乖乖伸手贴上陆峰胸口 下一瞬 就见陆峰不知 从哪掏出来一副亮银丝的手铐 一下子靠在了安哲手腕上 语泄罪 安哲顿时蒙了 愣愣地看着对方没再反应 这时陆峰又掏出通讯器 抓捕完成 缴获围巾物一件 过来接应 安哲就这样被带到了一个黑漆漆的房间 四周除了冰冷的墙壁 就是铁门了 他意识到 这应该就是人类口中的监狱 陆峰站在门口 但莫道 明天审讯 你有十个小时准备辩词 安哲握着铁门 委屈至极 我没有辩词 陆峰视若无睹 嗓音依旧淡漠如常 我想也是 好好休息 说吧便转过身子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独留下安哲巴这铁门 留下一地铁窗外 这时 暗处隐隐约约传来一道声音 我就说吧 一个都少不了 哈伯德怎么突然出野外了 不然也少不了他的劳烦 他要我偷拍的 你俩坑死我了 出去之后赔我钱 这道声音过后 紧接着又响起一道声音 一找杜赛去 他下的单 委款还没付呢 安哲听出来了 这是萧老板和静森的声音 寻声望去 一眼便见到了对面俩人 这时静森也注意到了安哲 他双手环抱无奈道 我正好好迈着手机 就被审判庭的人抓了 而相比静森 萧老板也好不到没趣 原来 在和安哲分开之后 他还没进车站 就被抓了进来 静森忽然又问起安哲 你呢 你怎么被抓的 安哲听言沉默下来 他不想去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问起了萧老板 师傅 我真的让人很想欺负吗 萧老板肯定的 你才知道 不过 你问这个干嘛 安哲依旧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于是再次转移话题 你们犯了什么罪 萧老板有些无奈 还用说吗 非法窃取审判者信息罪 这个回答 让安哲更加沮丧了 这样的吗 萧老板看出了对方的不对劲 疑惑道 怎么 难道你不是 安哲心虚不已 但还是硬着头皮回了巨室 不过萧老板早已看透一切 说话都变调了 有人欺负你了吗 安哲赶紧摆起自认为 最冷酷的脸色 没有 狱中心角色 诗人上线 且一出现 就想带坏小魔供 安哲因为猥亵罪 被陆上校关入监狱 还在狱中见到了 靳森和萧老板 狭小的空间内 靳森躺在床板上 打了个哈欠 监狱的床还挺软的 听言 安哲也随即望向狱中 唯一称的上市工具的东西 靳森口中的床 应该就是那个吧 想此 他拿起床板上的薄毯 裹住全身 然后盘腿坐在上面 这时 监狱走廊里 传来一阵脚步声 是承访所的士兵 在见到安哲三人时 其中一名士兵有些惊讶 多了三个 谁送进来的 另一名士兵 紧接着就解释起来 审判停呗 路上笑厉害 承访所现在就是 审判停的后勤队 刺眼的灯光 谎得安哲有些睁不开眼 但还好 俩名士兵在说完这些 就没在停留 转头检查别的地方去了 安哲愣愣地坐在床板上 百无聊赖的靳森 突然问起萧老板 你经验多 咱们会被关多久 关不了多久吧 非法窃取审判者信息罪 要看用不 不对审判者造成伤害就行 听言 靳森忽然笑了起来 可是你用于盈利了 得罚款吧 是才如命的萧老板 脸色顿时一垮 那我宁愿被多关几年 靳森感叹 审判者就是审判者 拍个照都要拘留 我以后还是老老实实卖手机吧 萧老板没说话 安哲隔壁求是 却传来一道很年轻的声音 非法窃取审判者信息罪 我见不 萧老板当即追问 关了多少天 男子回到最短三天 最长三年 处死过一个 他想暗杀审判者 不过失败了 萧老板不解 为什么失败了 也要处死 男子语气很是平淡 审判者法案的规定就是这样 没有审判者的绝对安全 就没有审判者的绝对权威 萧老板有些慌了 那 我们没有要害他的意思 要关多久 男子告诉他 这得看审判者的心情了 安哲听言 不由握紧身上的老袋 他觉得 审判者心情挺好的 这时 靳森忽然好奇地望向陌生男子 兄弟 你犯了什么事 煽动罪 和散播恐慌罪 我给文化所写稿子 城防所抓了我 后来文化所倒闭了 我也没被放出来 靳森继续追问 你关多久 铁门内传来四个字 终声监禁 靳森一下子噎住了 隔了好一会才到 你骗我完呢 小蘑菇却有些不解了 听对方说的话 应该和安泽是同行 可在安泽的记忆里 这是很安全的工作 于是赶忙转头询问对方 你写了什么 男子告诉他 写基地历史科普 我比明诗人 你看过吗 安泽很诚实地回了句没有 那你想听吗 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好听 面对赞美 安泽很是礼貌 你的声音也很好听 我想听 可萧老板却呼地打断俩人交谈 停 你犯的是煽动罪 别想也煽动我们家小孩 对此 诗人笑了笑 你们听听就好 不用害怕被抓 毕竟你们已经被抓了 对方说的确实很有道理 以至于让萧老板 尽一时没法反驳 只能沉默以对 诗人再顿了顿才接着开口 我花了很久才整理出来的东西 自从被关在这里 就很少讲了 我就从沙漠时代开始讲吧 沙漠年代前 是大繁华时期 地球上一共有70亿人 城市里住满了人 城市外围是农田 畜牧场和工厂 这些地方为城市提供生产物资 那时候也有战争 但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 动物和植物 不是人类武器的对手 那时候是2020年 100多年前的事了 我当佣兵的时候 去过一个国家研究所废墟 挖出过一份资料 是一份从2020年开始的 地磁研究报告 那一年开始 他们检测到地球磁场 快速衰弱 说到这里 诗人突然问道 你们知道磁场吗 静森赶忙摆了摆手 表示自己没文化 别问自己 萧老板听言 也是沉默着一句话不说 看来基地是不交这些 总之 2030年 地磁消失了 静森虚心问道 所以 地磁到底是干什么的 诗人想了想 才缓缓开口 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磁铁 南极和北极 是它的正负极 地磁就是一切 地磁消失后 指南针失效 全球生物圈紊乱 人类工业全部停摆 无法发电用电 但这还是地磁消失后 地磁射线和太阳风 它们碰到地磁 会被偏转向其他地方 不会伤害到地表生物 地磁消失后 整个地球直接面对 太阳风和宇宙射线的袭击 与之应运而生出 一系列疾病 自然灾害 这些灾难 使地球死了一半的人 这就是沙漠时代 不过 沙漠时代结束得很快 2020年 人类发现地磁变化 就已提出对策 分为A计划和B计划 A计划就是在亚洲大陆 和北美的两个特殊地点 建造巨大的磁场发生器 一个叫东部磁集 就是现在的北方基地 一个叫西部磁集 现在的名字叫做地下城基地 这两个磁场发生器 代替地球的南极和北极 与太阳风中的带电粒子 产生共振 形成新磁场 覆盖全球 而B计划则是建设大型地下城 将人类生活重心 从地表转移至地下 免受射线和太阳风的清洗 2040年 B计划成功 地下城开放入住 2043年 磁磁场覆盖全球 气候不再恶化 生物不再因为宇宙辐射死亡 人类科技开始恢复 2040年到2043年这段时间 被称为曙光时代 但是 人类最难的时候 才刚刚开始 监狱发生地动 谁来救救小魔鬼啊 上集讲到 诗人给安哲几人 讲述人类历史的发展 靖森忽然打断对方 我知道 大灾难时代来了 诗人应了声 嗯 宇宙辐射带来未知的基因变异 变异出了很可怕的东西 一开始是超级细菌和真菌病毒 他们就在人类城市里繁殖 无差别感染所有人 城市全是尸体 听言 安哲有些好奇 那人类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诗人低垂着脑袋 神色也随之伤感起来 他告诉安哲 活下来是因为命运 在人类的基因 被这些细菌有免疫力 就可以活下来 最后剩下的人 全是能够免疫的 到最后 地球上活过沙漠时代的30亿人中 也只剩下了1亿左右 不过 这还不是人类最难的时候 安哲已经完全被对方的故事吸引住了 赶忙追问后续发展 诗人表示 后续的事情 他们都已经知道了 生物变异出现 人类接触到就会被感染 逐渐丧失人类特征 被同化 人类的基因 对于他们来说 是很好吃的东西 所以 他们开始攻击人类 战争也就这样开始了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一场战争 分散的人类 无法抵挡怪物 所以 人类开始整合剩余资源 建立人类基地 他们的ID号 开头是3 也就是说 第三基地 与之相呼应的 还有地下城基地 弗吉尼亚基地 东南基地 这四个基地的联盟 就是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在基地成型后 人类也就能喘口气了 也就有了大家现在的生活 众人闻言 刚想松口气 可诗人的下一句话 却让监狱内的气氛 瞬间降至冰点 可惜 基地并不是安全的地方 2073年 变异镊齿动物潮爆发 东南基地已沦陷 2121年 海洋一种潜入 弗吉尼亚基地已沦陷 静森忽然满脸惊恐地 打断对方 我靠 我知道你为什么 会犯山洞罪 和恶意散播恐慌罪了 城防索就应该 把你的嘴封起来 诗人对此并没太过在意 他表示自己 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 只是混在自己 男朋友的拥兵队里 在人类遗址 到处收集资料 然后把他们整理出来发表 可就是这样 也被判了终身监禁 这番解释 并没得到静森的同情 甚至让他 有些不理解 你的舌头 应该终身被割掉 你竟然还有男朋友 诗人笑了起来 基地里那么无聊 我为什么不能有男朋友 话音刚落 整个监狱都剧烈抖动起来 安折赶忙抓紧铁门 试图稳住身形 他听出来了 地下有活物 正在撞击着地板 隔壁的静森 此时突然惊恐地尖叫起来 我靠 那东西就在我下面 一瞬间 整个监狱都暴乱起来 诗人也有些慌了 似乎这次受影响的是 整个监狱 地下生物 难道是镊齿类吗 他们群居 东南基地就是 话音未落 他却忽然改口 不对 镊齿类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诗人尽量稳住身形 伸手探向地面 想探查 那未知力量的来源 也正在这时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自远处迅速靠近 是城防所的士兵 他们尽量安抚着监狱内的犯人 告诉他们 基地夹住了水泥和特制钢板 他们正在查明原因 可这句安抚人心的话刚说完 整个监狱内 突然响起一阵阵刺耳急促的鸣笛声 这是疏散信号 镊森大力拍打着铁门 哥 开门 疏散信号都响了 哎 哥 诗人的小子是重罪 是危险分子 先开我的 小蘑菇投怀送报 路上校敬抱着他 滚起了地板 上集讲到 整个监狱发生莫名地动 所有人都慌忙撤离 镊森也顾不上那么多 赶忙呼喊士兵 先替自己开门 士兵闻言明显迟疑了一下 但下一瞬 还是来到镊森门前 可以看出 此刻士兵也很紧张 抖动的双手对了好几下 要是才捅尽索性 镊森刚想道谢 下一瞬 声音戛然而止 只听地板嘎吱作响 不待他反应 就见一个巨大的黑色物体 顶开碎裂的地板 向上一弹 随着一声沉闷的肉体爆裂声 镊森整个身体 都被怪物顶在半空中 安哲被吓呆了 这时 走廊深处 传来其他士兵的吼声 快 撤出去 话音未落 然后是骨骼破裂的声音 这些声音 都是从走廊镜头团来的 安哲也不敢再去耽搁 他操控着军司 慢慢靠向地面的钥匙 然后再一步步拖向铁门 重伤倒地的士兵 看见这一幕 整个人都吓傻了 眼神中只欲吓惊恐 但安哲却知道 对方即使看见了 也没什么用 因为他受的伤实在太重了 已经活不了多久了 安哲询问隔壁的诗人 自己是几号吗 诗人的声音带颤 石七 你还好吗 安哲道 还好 他估计了一下 诗人的视野受限 应该看不到自己的军司 军司收回 他一把抓住那把钥匙 迅速将铁门打开 走廊伸出的咀嚼声 开始加快了 安哲明白自己得加快时间了 来到隔壁门前 他哆嗦着翻出十八号钥匙 借着手电筒的余光 将钥匙同尽索星 这时 走廊伸出的咀嚼声彻底停止 安哲一把拽出诗人 不等他反应 拉起对方向着安全的方向逃离 诗人的眼神中满是惊恐 似乎后面的怪物超过了他的预想 地面再次开始颤动起来 怪物追上来了 安哲转头想去查看 但紧接着就听到诗人喘着气的声音传来 别往后看 可安哲还是难以自意的往后转了头 是两只虫子 两只黑色的 有大半条走廊那么宽的蠕虫 诗人咬着牙拉起安哲想逃离 可紧接着地面又是一阵晃动 安哲整个人都被这阵力量掀起 左臂也随之传来一阵剧痛 好像是被变形的铁轮划伤了 他用另一只手臂将自己撑起 诗人也拉了他一把 他们再次朝着记忆中通道口的方向狂奔 黑暗中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安哲不知道前面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是第三条蠕虫 又或者他们会因为看不见东西而撞到墙上 还有可能 不 没有可能了 因为安哲好像真的撞到了墙上 他的脑袋猛地磕到了一块金属质地的东西 紧接着又是一通 他整个人都撞上了某个未知的东西 安哲因这一撞浑身一软 身体不受控的要瘫软下去 下一刻 像是有什么东西绕过了他的腰 试图将他整个人捞起重新站直 这墙居然还长了手 安哲有心懵 后面还有活人吗 急进处 陆锋的声音响起 他的语速比平时要快很多 安哲的心脏几乎是要停跳 他磕巴着回了句 没有 听言 陆锋赶忙指挥身旁士兵准备油弹 话音刚落 一道炫目的白光就从这里亮起 往走廊深处急速吸取 没等安哲反应过来 他又被陆锋硬生生按了下去 紧接着俩人往地上一滚 下一瞬 一阵沉闷的爆炸声自身后响起 刺眼的白光转瞬即逝 陆锋的身影在安哲视网膜上 落下一道刺眼的影子 他闭上眼 右手紧紧抓着陆锋的袖口 急促地喘了几口气 别误会 是小蘑菇当当跑得太急了 陆锋这家伙居然敢嘲笑小蘑菇 这可让我们的小蘑菇委屈坏了 在爆炸之后 陆锋便搀扶着安哲登上楼梯间 因为刚刚逃跑 耗费太多力气 此刻安哲的力气也有些跟不上了 可神奇的是 陆锋的那只手 似乎有着什么特殊的技巧 每当安哲跟不上的时候 总能适时地拉他一把 安哲就这样盲目地跟着陆锋 走了不知道多久 外面冰凉的空气 终于重新灌进他的呼吸道 他几乎是整个身子都靠在陆锋身上 口中不断大口喘息着 陆锋面色平淡地安慰起怀中的安哲 告诉他已经没事了 这时 一个人影突然凑上来 朝安哲挥了挥手 是萧老板 他扶着安哲的胳膊 把他从陆锋手里接了过来 安哲的情况也终于好了一点 视野也逐渐清晰 他想起了诗人 刚想询问 便听到身后 想起了一道好听的声音 我在这里 安哲回头 就看见诗人正暴毙 一再强边 他也在喘气 等终于喘云了 才悠悠开口 你很会撞人了 这句调侃 让在场几人煞食沉默下来 唯有诗人笑营营的眯起眼睛 不等安哲去说什么 就见陆锋呼的转过身子 霍华德所长 您来晚了 安哲寻声望去 就见前方走来一排士兵 为首的是一个身着城防所制服的高大男人 男人肩上的灰迹 和陆锋是一样的 也是上校嫌 这应该就是城防所的所长了 霍华德声音和他本人一样 沉沦冷意 他告诉陆锋 自己本来已经准备无差别轰炸了 可陆上校区跃拳入内 这是让自己很为难 陆锋同样会以冰冷语调 毕竟我的犯人还在里面 超声驱散也在的地方 你也敢无差别轰炸 霍华德目光一沉 城防所的设备 不劳沈叛庭操心 您还是看看 地下出来的人 有没有感染吧 陆锋摸绿色的毛子 煞食一冷 沈叛庭的工作 也不劳您操心 霍华德的目光 呼的转向一旁的安哲 安哲和他短暂的对上视线 意识到 他看的是自己的左臂 这只臂膀 在地下通道里受伤了 这时 陆锋呼的伸手 一把扣住安哲的肩膀 缓冲气内 我会带走监视 听言 霍华德没再多言 随即转向城防所士兵 准备轰炸 在之后 安哲就被陆锋带走 在萧老板挽留的目光里 陆锋在城防所的办公室 是一个没有任何装饰的房间 安哲刚进去 他就锁上了门 随即又走到办公桌前 拉开抽屉 拿出一团白色的东西 抛给安哲 安哲下意识接住 是一卷绷带 他明白了 对方的意思 是要自己包扎伤口 于是便在另一套桌椅前坐下 开始捣不起绷带 心想 审判者虽然随意给人定罪 但可能也是个好人 安哲撕开大约半米长的绷带 开始用右手往左胳膊上缠 但始终缠不上 等到好不容易缠上了 又松松垮垮打不了结 安哲觉得 自己现在是个表面上的人类 如果连绷带都缠不上的话 可能有些丢脸 于是在猝了猝眉头后 继续努力打结 陆锋一眨不眨的盯着 独自忙活的小蘑菇 安哲也感觉到了 他猜测 对方肯定是在扰自己的破绽 一想到被发现后 会面对审判者怎样的雷霆手段 安哲就不由紧张起来 于是本就不算好的打结技术 变得更差劲了 最后干脆手一抖 原本缠好的绷带 也一下子散开了 散开的这一刻 安哲真的生气了 甚至想把军司伸出来 替自己缠好绷带 这时 对面传了一声轻笑 其实也算不上笑 只是一声气音 短促的几乎微不可闻 但安哲还是听出来了 这是一声痴笑 是嘲笑 审判者 在嘲笑他 小蘑菇忽然撒娇 不上笑哪能顶得住啊 在安哲因怒风的嘲笑 而有些沮丧之时 一只手忽然出现在他眼前 这只手的手指很长 皮肤冷白 他拿起安哲手腕上的绷带 替他缠了几圈 微微有些紧绷的程度 不待安哲有所反应 接着就见对方 十根手指利落交错 很快就打好了一个平整的结 陆锋帮他缠好了绷带 虽然这人上一秒 还在嘲笑自己 但安哲还是礼貌地回了声谢谢 陆锋闻言没说话 这时 楼下忽然传来一阵巨大的爆破声 声音很沉闷 像是从地底深处传出来的 安哲忍不住往下看去 只见一队对重装士兵 指挥楼内的幸存者有序撤离 待全部撤离完毕 爆破声再次响起 整栋大楼在油弹的轰炸下 已经嘎吱作响 有的房间甚至已经坍塌 半小时前 还宏伟牢固的建筑 逐渐变为一片废墟 这时 安哲看见陆锋起身走到窗前 让人意外的是 他并不是在看爆破 而是转头看向了另一边 安哲循着对方的目光看去 只见一个巨大的黑色装置 放置于这一端 宛如一个黑色的圆形碟盘 如果站在下面网上看的话 可能连天空都看不见 安哲脱腮注视着难 人类的造物 总是让他感到庞大和陌生 余光丽 他看见陆锋拿出通讯器 拨通了一个号码 紧接着熟悉的声音响起 审判停陆锋 请求转接灯塔中心 他的声音还是那样的冷清 像是深冬里的某一场雪 由于俩人相隔较近 通讯器里的一些声音 自然而然落进了安哲耳朵里 那头的男生没多废口舌 直接询问起乘防所的情况 陆锋解释道 地下入侵 大型如虫类 怀疑群居 目前乘防所安全 对面听言 立刻表示会派研究组去乘防所 但他们得注意保护驱散仪 说罢便挂断通讯 这一通联系刚挂 紧接着 通讯器再次响动起来 这次是霍华德主动打过来的 他告诉陆锋 三号楼的地下不能再炸了 因为他们的人找到了爬行轨迹 正在和怪物肉活 重伤人员已经击病 轻伤正在往外送 他希望陆锋可以看着 陆锋望着楼下 轻轻应了声 随即又叮嘱对方 蠕虫类危险程度高 一旦接触年夜 也立刻送出来 顺便注意驱散仪 霍华德文言 与其煞时意冷 目前没发现 往驱散仪区的轨迹 驱散仪的地基比建筑结实 陆上校专心做自己 本职工作就好 陆锋并没在意 再回了具有劳后 便结束通话 通过俩人的谈话 安哲猜测 眼前那个巨大的黑色装置 就是驱散仪了 其实驱散仪这个名词 他在基地手册中也看到过 外城区一共有10台超声驱散仪 由位于基地医区的 驱散中心统一管理 这个仪器的作用 是保护基地 免受空中怪物的入侵 例如截肢昆虫和鸟类 但安哲不太懂 他的工作原理 只是觉得很神奇 陆锋协议窗前 姿态懒散 但眼睛却是一直看着 楼下的士兵 安哲知道 他是在监控下面的士兵 是否安全 无事可做的他 只好将目光重新转向室内 这间办公室并不大 没有别的东西 除了俩套桌以外 更多的就是资料和文件夹了 还有一些空的玻璃罐 再往旁边 还有一袋类似土壤样本的东西 贴着白色的安全标签 安哲看见这些东西 一下子愣住了 他想起了自己的包子 自己的包子 是否也会被装在 这种密不透风的罐子里 包子是他最重要的一部分 可目前所有的线索 都在陆锋身上 看来 想要找到包子 他只能向陆锋打探消息 可他只是一个蘑菇 他知道自己不像人类 也清楚陆锋观察能力的可怕 很有可能自己一开口 对方就会怀疑 或者 他也努力观察陆锋一段时间 就像对方观察自己那样 想到这里 安哲一个机灵 赶忙抬起头来 却正好对上陆锋的双眼 昏暗的灯光下 他那双窄长墨绿的眼睛 神情淡淡 不知道已经看了自己多久 安哲觉得自己又被怀疑了 但他得门混过关 于是 迎着上校的目光 眨了眨眼睛 上校的表情 淡淡地回到缓冲七道了 你可以走了 安哲有些懵 是回下面吗 陆锋听言淡淡硬了声 囚犯们都被安排在 中庭的临时帐篷里 周围有士兵看着 安哲也想回到下面 比起面对陆锋 他更希望面对的是师父和诗人 可对包子的渴望 还是战胜了对上校的恐惧 过了半晌 就见他咬着下唇 聂如道 下面吗 小蘑菇向陆上校撒娇 却被对方嫌弃太娇气 上集讲到安哲 安哲为了拿到包子的线索 向陆锋撒娇表示 下面太冷 陆锋听言淡淡回道 你是囚犯 安哲立即表示 但是自己没有犯委谢罪 陆锋看着他 过了两秒 忽然笑了起来 好 非法窃取审判者信息罪 量刑加倍 安哲一听 顿时慌了 他努力辩解 自己没有窃取 只是对着他的信息做东西 不想陆锋 在呕了一声后又表示 利用审判者信息 非法盈利罪 量刑二次加倍 安哲声音低了下去 我也没有盈利 陆锋暴毙逆着他 不盈利 你是拿去自己用吗 安哲说不过他 只能低头装作没听见 可陆锋并不打算 就这么放过这个 调戏对方的机会 就见他扬了扬眉 继续问道 盈利多少 安哲委屈巴巴地表示 不知道 陆锋又问 工资多少 这次小蘑菇 终于自豪地回了去六十 陆锋文言又笑了起来 真可怜 老板骗你 出于后 记得找他找工资 安哲觉得自己 他认定陆锋一定是这个基地里 最会欺负人的人 还没想好怎么回 就见陆锋低头看了眼万表 然后以一种安哲很熟悉的命令祈祷 凌晨了 下去睡觉 恰好这时 夜晚的冷风透过窗户吹了进来 直直吹在了安哲脸上 他也因此打了个很小的喷嚏 就看见对面的陆锋 蹴了醋眉 然后冷冷地说了句娇气 安哲知道 他又被嫌弃了 可这阵风实在太冷 他没忍住 又打了一个 安哲其实不想这样的 他真的很想在陆锋身边找找线索 但也真的很怕了 可现在看着上校的表情 他意识到自己再不走 可能就要被从窗户里扔出去了 见状 安哲低头拢了拢衣服的灵孔 站起来转身走开 临到门口 却被陆锋开口喊住 安哲闻言回过头 就见陆锋仍是暴毙已在窗边 他目光往房间右边瞥了眼 淡淡道 你可以去那边 安哲循着他的目光看去 竟发现这边的墙壁上 有着一道暗门 他走过去打开 这是一间休息室 里面摆放着一张简易的床盒桌 安哲意识到 这里是陆锋的房间 他回过头望向陆锋 只听对方嗓音依旧淡漠如常 我今晚不能睡 你可以选择睡这里 或者外面 稍微权衡一下 安哲果断回了句谢谢 他走进房间眼上门 细细打量着房内的一切 这间房间充斥着冷清的气息 显然陆锋很少住在这里 只有床位被子上的一些 折痕证明了对方确实住过 桌面正中位置上 摊开着一本册子 上面有黑色的笔记 6月14正常 6月15正常 6月16正常 安哲立马意识到 这是审判者的工作记录手册 他又往前翻到了5月 这次的记录稍有不同 在一连串的正常中 夹杂着一条一种入侵的记录 在网上 就是5月15的异常 怀疑对象 ID 3261170514 危险程度极低 基因检查通过 允许入城 安哲心情顿时复杂起来 原来那天在城门 陆锋不仅发现了自己的异常 还觉得他很弱小 可他没有就此打住 一种直觉 驱使着他 继续往前翻 他记得萧老板曾说过 军方所有人 即使是审判庭 也会出野外执行任务 而且他丢掉包子的地方 就有审判庭的蛋壳 安哲心脏碰碰跳着 直到翻到2月20号的记录 2月20 围城 样本移交灯塔 安哲目光一鸣 他继续往前翻 这一页的记录 忽然密集起来 2月12 野外深渊 补充地图记录四条 采集植物样本七 动物样本四 分泌物样本七 安哲瞬间意识到 陆锋去了深渊 他的目光停留在 这一页的最后一条记录上 2月14 野外 回城 采集异常真菌样本一 包子 安哲脑袋煞石一白 握着侧子的手 无受控地颤了颤 陆锋与小蘑菇 终于有了些亲密接触 浮在上校背上的安哲 此刻脑中又在想些什么呢 上集说到安哲 安哲终于找到了 自己包子的确切线索 2月14日 按照人类的季节 是冬天还没有过去的时候 安哲的记忆 和梦境中丢掉包子的那天晚上 都伴随着呜呜的寒风声 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蘑菇 在相同的冬季丢掉包子了 所以 他和陆锋的相遇 远远早于那次城门的见面 又或者 就是一强之隔的审判者 亲手将包子 从他身上取了下来 顿了顿 安哲将这本工作手册 往后翻了一页 2月20 回程 样本一跤灯塔 他的目光 在这一行字上停留了几秒 接着便将日志 重新翻回了原先的位置 仿佛他从来没有被翻越过那样 了解完一切的安哲 终于抬起了头 他的视线移向了书桌后面的那堵墙 而在这面灰白的墙壁上 用红漆印了八个大字 人类利益高于一切 安哲不知怎的 忽然感觉硬 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镜 他将目光移向一旁的床库 在犹豫几秒之后 还是乖乖爬了上去 他的脑袋现在枕头里 不敢像平时那样 用被子将自己全身包裹起来 只是将他轻轻搭在自己身上 然后尽量蜷缩起来 一强之隔的办公室里 还传来陆峰和不知什么人的 简短对话声 一种难以描述的感觉 涌上安哲心头 这种感觉很奇怪 似乎很危险 但又很安全 安哲觉得 这种情况下 任何一个人都会失眠的 更何况 他还只是个模糊 但出乎意外的是 这次他竟没有失眠多久 在被子的作用下 安哲感觉眼前世界逐渐模糊 在不知不觉中 他又梦到了 自己被挖走包子的一幕 但下一刻 就有一只手伸来 拍了拍他旁边的枕头 安哲迷迷呼呼地睁开眼 一双冷绿色的毛子对上了他 是那位挖走他包子的凶手 陆峰见对方醒了过来 没在犹豫 一把掀开被子的同时 快速解释起来 撤离 其实不用他说 安哲也察觉到了不对 在他醒过来的那一刻 就体会到了 身下建筑微微颤抖 和地牢里如出一辙 难道这栋楼下面 也出现如虫啊 他来不及多想 迅速下床 穿好鞋子 陆峰右手抓住他的肩膀 将他往房外带 在打开房门的一瞬间 一股冷风煞食灌了进来 忽然从温暖的被子里 来到这种境地 安哲本能地打了个寒颤 陆峰也注意到了 他拽着对方的手微微一顿 接着从一旁衣架上取下大衣 什么也没说 就丢在了安哲的身上 安哲甚至来不及说谢谢 就见陆峰迅速抄起桌上的 圆珠柄和手册 然后逆把塞在自己身上 大衣的口袋里 接着手腕一紧 他就被陆峰带出了房间 门外两名等候多时的审判官 一见到陆峰迅速开口喊了声上笑 陆峰没作答 面无表情地拽着安哲转身离开 但安哲却有些紧张了 因为他注意到 那两名审判官看了自己一眼 一行人从最近的紧急通道口下楼 通道口内一片漆黑 只有绿色的荧光只是物资发亮 楼梯既窄又抖 安哲逐渐有些跟不上他们的步伐了 他意识到 除非自己变成军司 不然不仅跟不上他们 还会拖慢陆峰的速度 他刚想让陆峰松手 肩上忽然传来一股力道 陆峰握着他的肩膀 将他往侧后方一拟 下楼的惯性还在 安哲一下子撞在了陆峰的后背上 因楼梯斜向的关系 他比陆峰位置高 这一撞 他本能地抓住了陆峰 然后 他就被这人背起来了 抱着审判者的脖子 回想刚才混乱的 但又好像顺理成章的一系列动作 安哲感到很神奇 更关键的是 对方背着 他好像毫不费力 轻轻松松跃下几级台阶 稳稳当当落地 接着一个助跑 直接翻出二层的窗 下一瞬 安哲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 等他再次睁眼 就看见陆峰已经落在了楼下的草坪上了 隔着几层衣服 安哲都能感受到 对方紧绷蓄力的那一瞬间 恐怖的爆发力 可自己明明也是一具人类的身体 却光是抱紧陆峰 就已经很用力了 人和人的差距 比人和蘑菇的差距还要大 这是安哲头一次这么觉得 但下一瞬 他就察觉到了不对 似乎整个中庭里的人 都在看着自己 路上笑与霍华德在起争端 基地即将遭受怪物入侵 上集讲到 大楼被蠕虫入侵 陆峰背着安哲从楼内一跃而下 可这一场景 也被整个中庭的人所看到 萧老板闻声 从帐篷里探出头 在瞥见眼前这一幕后 不由对安哲几眉弄眠起来 陆峰放下了他 安哲也松开了 抱住他脖子的手 轻声说了声谢谢 不客气 去帐篷 陆峰的回复 依旧冷淡的 没有丝毫感情 安哲应了声 转身 却看见霍华德迎面走来 怎么回事 陆峰撇头询问 霍华德告诉他 现在情况有变 灯塔的人在开了雷达后发现 四栋楼下都有虫子 城防所下面是个虫子窝 他们想破开地面 攻击楼内人员 所以现在需要全员撤离 包括他 陆峰听言 没第一时间点出表示 而是让霍华德 先将雷达丞相给自己看看 但霍华德却表示 不用看了 已经没救了 可驱散已在这里 面对陆峰接二连三的针锋相对 霍华德声音冷了下来 驱散已保不住了 你要我说多少遍 撤离后 我会立即联系驱散中心 提高其他九台驱散已的工作强度 陆峰神情叮冷 右手扣上了别在腰间的枪 一字一句重复道 给我看雷达丞相 霍华德四要动怒 却又忌惮审判者随时随地杀人的特权 最终还是妥协下来 一个衬衫剪装的男人 从他身后走出 手里拿着一个仪器 陆峰从他手里接过 目光在屏幕上扫过 接着 他的脸色变了 变得比深冬里的寒冰还要冷峻 周遭的一切都因他的下一句话 而感到些许寒意 怪物目标不是楼内人员 中庭有驱散仪 地基经过加固无法打过 他们只能从四面建筑下出来 陆峰的分析虽然有理有据 霍华德却并不认同 灯塔给出的报告 不支持你的结论 陆上笑 陆峰眼睛微微眯起 冰冷的威慑 冻住在场所有人 我一年有一半时间在深冤 霍华德 我见过的怪物 比你们见过的人多 霍华德沉默了 过了几秒 像是想起什么似的 脸色猛然一遍 等等 那其他驱散仪 陆峰吩咐身后士官 立刻联系驱散中心 审判官在拨通号码后 按下扩音键 单调的等待音响起 中庭里一片静默 过了数秒 通讯器传来急促的盲音提醒 接着 盲音停止 通讯器自动挂断 霍华德慌了 立刻拿出自己的通讯器 对着那边吩咐道 乘防锁霍华德 转接驱散中心 任何线路都可以 立刻 接线员在说了句稍等后 便沉默下来 过了数分钟 通讯器重新响起 接线员的声音 代颤 驱散中心失灵 话音刚落 陆锋就变了脸色 他转身朝门外走去 灯塔研究员见状 快步跟上 到了承访所门口 一位年轻审判官跑来 陆锋分阻他们留下来 协助承访所 上校 需要召集审判庭吗 陆锋扫了眼 道路上熙熙落落的人流 关城门 五区集合 年轻审判官应了声 上校 注意安全 陆锋没说话 砰的一声关上车门 引擎发动 他猛打方向盘 黑色汽车迅速掉头 离弦之剑一般 朝着驱散中心方向驶去 随之紧紧跟上的 还有霍华德的车 与乘防锁的重型装甲 后座上的研究员 手持通讯器 正在人通话 我们正在前往驱散中心 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目前怀疑驱散移驱感 节肢动物和鸟类的特殊评断 吸引了如虫 但也不排除 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进攻 与此同时 城区中央 警报塔的声音 促然响起 持续不变的声音 震耳欲容 街上的人们在听后 拔腿跑向最近的建筑物 只因所有人都明白 持续长迷的含义 便是紧急避难 萧老板再次调侃小蘑菇 时日审判的由来 即将揭露 上集讲到 由于一种入侵城防锁 安折 诗人和萧老板 被转移至了附近的居民区 三人被关在同一间房子里 城防锁现在自顾不暇 且它们又没什么杀伤性 所以并没有士兵在看守 只是锁死了房门 诗人望着窗外 不由喃喃自语起来 驱散中心远程管理外城 所有驱散仪 在野外的空气里 哪怕一只小飞虫 都有可能感染人类 基地用特殊频段的超声波 驱散它们 保证居民安全 对繁殖剂的昆虫来说 人类的血肉 是虫码的最佳温床 一旁的安折暴希 坐在光秃秃的床板上 听到此话 忍不住询问道 会怎么样 诗人伸手捏了捏他的后脖隔 假设昨晚有一只小虫子 拔卵铲在你的皮肤里 和你的基因融合 最迟三天后 你就是一具里面 裹着上一只虫卵的皮囊 小虫子从你的眼睛里 呼吸道里飞出来 飞到其他人身上 很快 诗人还想继续说下去 却被萧老板一下喝止住 你别吓我小孩 安折眼前默然浮现 那天在攻击战广场上 被陆锋抠开肚子的一种 他的腹腔与呼吸道理 全是虫子 安折继续追问 那怎么办 诗人摇摇头 表情也变得异常严肃 我们只能祈祷 驱散中心没有出大事 或者刚刚出事不久 驱散仪还能修复 否则 说到这里 诗人忽得顿住 在叹了口气后 才继续道 否则审判日就要重现了 萧老板听言颇感意外 你知道审判日 对此 诗人只是淡淡表示 自己听过一点 萧老板煞时沉默下来 隔了好半场才重新开口 我以为 只要老是待在基地 就能活到老死 诗人仍望着窗外 像是感叹般回到 基地安全了太久了 我总是忘记 安全才是暂时的 危险是永远的 活着并不是我们应得的 活着是恩赐 安折听得有些云里雾里 但此刻只想问一个问题 审判日是什么 萧老板的目光向他瞟来 我忘了问你了 你的衣服怎么回事 安折顿时语色 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但萧老板 却像是想起了什么事的 眯起眼睛 昨晚我和诗人 在帐篷里的时候 你在哪里 你是不是和他睡觉了 安折头埋得更低了 没有 他没睡觉 萧老板黑得一笑 你怎么知道他没睡觉 你就是和他睡觉了 他怎么样 说说 安折心知 自己谁也说不过 只能埋头装聋 做牙起来 他妄想诗人 再次询问审判日是什么 诗人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问他 知不知道审判者法案 是怎么提出的 安折摇了摇头 诗人看向萧老板 老先生一定知道 萧老板挑了挑眉 我当然知道 我年轻的时候 大家都很拥护这个法案 诗人的面色很是平静 说话时 有种拿枪做掉的顿挫 审判者法案 已经延续将近一百年了 我想 北方基地很感谢他 我对那件事了解的并不多 基地的老人太少 萧老板的性质 终于从安折 怎么睡觉的问题上转移 闭目回忆一番才细细的 我也是小时候听人说的 东南基地完蛋以后 大家都很害怕 那时候一种的变异程度 还没有现在这么厉害 萧老板讲述 时日审判的由来 审判日的残酷 令所有人为之胆寒 在萧老板的记忆中 自东南基地完蛋以后 大家都很害怕 那时候一种的变异程度 还没有现在这么厉害 外面的人回基地 只要经过全身检查 没有伤口和其他异常的地方就好 基地里每个地方都有士兵 一旦发现变异 立刻杀死 超生驱散仪 也没有发明出来 基地里虫子乱飞 明显变异的 都被士兵打死了 小的抓不住 基地里到处挂满捕虫灯 未成年人不允许出基地 就编成捕虫队 到处扑杀昆虫 说到这里 萧老板像是想起了某件去世 嘴角不惊一间扬起 我小时候还当过捕虫队队长 十几年后才有了超生驱散仪 整个基地一只虫子都飞不进来 诗人这时忽然开口 那时候审判者法案已经出台了 对此 萧老板给予了肯定 但却表示 法案出台不是因为虫子 而是因为一段监控录像 一个监控员 例行检查水塔过往录像的时候 看见角落里发生了一件事 由于位置太过昏烂 拍得不是很清楚 所以当时并没有人发现 但在看到录像的一瞬间 监控员就吓风了 他看见一个姿势很奇怪的人 走到循环净化水池旁 那个人的身形像个人形水质 坐在池子边的时候 浑身没有骨头一样 然后他把他伸进了水池 接着 那个人的腿 变成了半透明的花白的东西 炸开了一样 一大片扩散在水里 那种场景没法用言语去形容 再之后 那个人整个身体都流到了水池里 池子中的水位 立刻上升了十几个点 据见过视频的人说 就像是塞满了白花花的肉末 而那些水 是基地水循环系统的一部分 这些肉末 就跟着水流从出水口流走了 那是基地的饮用水 更坏的消息是 这已经是二十多个小时前的录像了 诗人眉头微醋 喉结上下滚动着 像是有些反胃 全程暴露了 小老板点头 对 灯塔给出了调研结果 是一种软体水生一种 扩散到水里 可能是一种繁殖方式 总之 全基地都有感染的风险 谁都不安全 紧接着 那个法案就应急出台了 诗人这时诱到 有一种说法 初代审判者和审判庭 并不属于军方 而是灯塔的下属机构 对此 小老板并不反驳 因为自水生一种入侵后 灯塔那些科学家里面 有研究类人一种形态的 对这些东西 特征了解比较多 他们组成了审判庭 用十天时间 组织全基地所有人 挨着接受检查 没有人有伤口 但是谁都有可能感染 也没有什么检查手段 全靠肉眼观察和直觉判断 虽然你什么都没干 只是喝了口水 但审判庭要你死 你就得死 说到这里 萧老板忠实叹了口气 那十天真是血流成河 说是整个基地死了一半 诗人低头细细回忆着 半上才悠悠开口 和我以前收集的消息差不多 这十天就是传说中的审判日 从朝降临 小蘑菇意外遭受感染 上集讲到 萧老板向诗人和安哲 讲述了审判者法案的由来 诗人听后沉默半上才到 和我以前收集的消息差不多 这十天就是传说中的审判日 萧老板却皱起了眉头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玩笔杆子的人 整天神神叨叨的 说那十天是审判日 说什么上帝之类的话 诗人微微一笑 紧接着便给出解释 在末日那一天 全部诗人都会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 上天堂或是下地狱 这就是审判日 萧老板胆了胆袖口了灰 谁知道呢 弗吉尼亚基地听说后 对咱们基地这个决策破口大骂 他们派科研团送来 能有科学依据鉴别一种机器 还用无人机到处投放传单 结果呢 诗人的声音低了下去 不到一年后 泪人海洋一种入侵 弗吉尼亚基地全面感染 宣告沦陷 诗人刚一说完 萧老板便接下了话茬 不过语气之中 似乎多了几分悲气之意 有了弗吉尼亚 那群傻逼衬托 审判者法案就正式出台了 任何一个审判官 都能随时开枪杀人 审判官判断不出来的 交给审判者全权决断 不杀不负任何责任 审判者就是上帝 可惜上帝容易发疯 杀的同胞太多 就杀不住了 灯塔那群负责审判的科学家 换了一茬又一茬 十年封了三个 自杀两个 没人愿意在顶上 军方就接手了 军方的人常年驻扎野外 见得怪物多了 分辨一种的能力不差 心理素质也强 审判者的换代速度 终于从三年封一个 变成十年封一个 陆丰刚当上审判者的时候 二十岁都还不到 我看他太年轻 还和人打赌他撑不过三年 但他今年已经是第七年了 哈伯德说他杀的人 是上一任审判者的好几倍 而且这三年每年都在成倍增加 大家都知道 他也离风掉不远 诗人倚靠着墙壁 顿了顿又倒 审判者的心理压力 和被审判者比起来 很难说谁的更大一点 但陆上校竟然还有心情 和小朋友睡觉 看来他离失控还有很远 可说完却又话锋一转 诶 不对 对于陆上校这种 冷漠无情的人来说 这反而是发疯的前兆之一 他转头望向安哲 眼神中竟也露出 和萧老板相似的身态 他状态怎么样 弄疼你了没 安哲没有回答 只是裹紧衣服坐在角落里 似乎因这个问题 而有些自闭了 却也在这时 窗外传来啪的一声弹响 房内几人皆是一惊 奇奇望向声音源头 那是一只虫子 一只色彩斑斓的甲虫 撞在了窗户的玻璃上 虫子的尾部 拖掘着一条又长又软的触角 诗人伸手在玻璃上轻轻划过 声音轻而柔和 没事 疯死了 他进不来 萧老板看得有些反胃 指着甲虫吐槽起来 一代不如一代 越长越丑 对此 诗人给出了解释 这是因为基因的融合 融合得越多 外表就越离奇 感染能力也越强 曾有一位科学家表示 他说这一百年来 人类所有研究 仍然不能解释感染的原理 听到这个解释 萧老板更是害怕地 将身体往后缩了锁 哇 你就不能拉上窗帘吗 诗人神情落寞 我想再看看这个城市 这个 不知道还能存在多久的城市 安哲寻声往外看去 清晨 在晨曦照射下 城市中的雾气逐渐消散 视线镜头露出一些 机械结构的庞然大物 人类总是有很多 奇奇怪怪的装置 这些装置保证着基地的安全 但有些时候并不能 譬如现在 你好像一点都不害怕 诗人的声音 打断了安哲的瑕疵 他转头望向对方 一时禁不知如何开口 诗人放下手中的窗帘 你真的很奇怪 安哲愣愣回道 真的吗 诗人暴毙协议桌前 你太安静了 好像下一刻发生什么都没关系 我们这个年代 很少有你这种性格的 安哲文言不由失效 也许吧 蘑菇和人 不可能一点区别都没有 他试着 让自己更像人类一样 于是抬头看向诗人 那我们现在做什么 诗人告诉他 现在只能祈祷 超声驱散仪 没有彻底损坏 或者祈祷 虫子只是一群没有脑子 全凭本能生存的虫子 再或者祈祷 它们的玻璃足够牢固 不会轻易被撞碎 就在他话音 刚落的下一秒 乒乒乓乓的撞击声 从窗外密集响起 是无数只飞虫 往锅里上飞撞的声音 萧老板面色一沉 我祈祷 你是一个哑巴 诗人也慌了 揭开窗帘的一角 又迅速合上 你们别看了 我看见了 重巢来了 萧老板在说完 这句话的下一秒 脸色煞湿一遍 通风口 快 挡住通风口 安哲也看见了 通风口就在 自己的头顶上放 诗人干脆 直接撕下自己的袖口 递给安哲 用这个先堵着 但安哲试了之后 却发现 通风口太大 诗人所给的布料 根本不够 于是 诗人又撕了一块 安哲一只手 奔住原来的纳盘 另一只手 去接诗人手中的 新丝的布料 但下一刻 他放在通风口中的手 却是传来一阵刺痛 安哲动作一顿 随即又面色如常的 将另一团布料 塞了进去 然后重新坐回床板上 萧老板和诗人 在排查房间里 还有没有别的漏洞 安哲抬起手掌 将食指放于眼前 只见指尖上 出现了一个 针尖大小的红点 虫巢全面爆发 萧老板竟成了 小蘑菇与路上校关系 飞速进展的推手 上集讲到 基地外城遭虫巢侵袭 安哲在堵通风口的间隙 被虫子遮伤 看着指尖上 针尖大小的红点 他的皮肤开始变化 变成了血白的菌丝 然后趁着萧老板 和诗人背对自己的时候 猛的一拽 将那些菌丝扯断 新的菌丝 从断口处伸出 重新组合成 一只没有受伤的人类手指 安哲看着 这只新生的手指 他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用 扯掉的菌丝 也看不出什么问题 但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这时 诗人转身告诉他 房间内的洞口都堵上了 安哲轻轻应了声 可下一刻 窗外昆虫的撞击声 却愈加密集响亮 像是要把玻璃撞碎 才肯罢休似的 诗人坐下 脸色微微发白 越撞越狠了 剩下的 听天由命吧 小老板听言 朝他吼声 你赶紧闭嘴 说吧又撇头望向安哲 安哲有些不明 所以 怎么了 肖老板伸手朝他指了指 快 给你男人打电话 安哲闻言 煞食语色 此刻另一边的驱散中心 巨大的黑色驱散仪 矗立在灰白色的天幕下 圆盘状的主体 使他看起来 像一朵盛开在城市里的花朵 车子在道路上急迟 建筑物不断后退 车内的路风终于开口 驱散中心如果被破坏 其他驱散仪 还会正常工作吗 研究员告诉他 可能会停止工作 说完便沉默下来 半场后才再次开口 驱散中心的操作过于复杂 所有驱散仪的强度 波段都由驱散中心 统一远程调度 如果中枢被破坏 恐怕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不过 这只是最坏的结果 概率很小 驱散中心拥有的一号驱散仪 是整个外城最大的 功率和辐射都太强 因此 地区没有常住居民 驱散中心的人员和住兵也不多 人手不足的情况下 暂时性的失联 可能有其他原因 未必 说到这儿 研究员的声音戛然而止 他满脸惊恐地望向前方 透过车窗的玻璃 一眼便看见 那朵城市里的花朵 此刻上面爬满了各种昆虫 研究员的呼吸 剧烈颤抖起来 上校 你看见了吗 路风没回复 而是抓着方向盘猛的一转 汽车在道路上 完成了一个惊险至极的转弯 掉头向原来的方向驶去 后方几辆反应稍慢的装甲车 再见到驱散仪的一瞬间 便被无数飞虫包围 黑色的虫群 如同烟花一般在空中炸开 车内的通讯器声音开到最大 接线员颤抖的声音响起 上校 二区紧急通讯 虫巢全面爆发 请求支援 三区紧急通讯 避难过程中 发现大量昆虫类怪物 请求支援 紧接着 城防所 城务所 以及各个地区 都传来紧急通讯 路风面色不改 对面人声语速更快 路上校 小型飞一群 通过通风系统进入 我们这边出现 十个以上感染者 请求审判停支援 数秒钟的沉没后 路风回到 感染者击毙 其余人员避难 等支援 小蘑菇向路上校求救 一个电话 便让一向从容不定的上校慌神 上集讲到 重巢全面爆发 各个地区都传来紧急通讯 连接县处 也出现了十个以上的感染者 路风在得知后 立即吩咐击毙感染者 其余人避难 等支援 说罢便挂断通讯 下一秒 通讯器又响起一道年轻声音 上校 审判停已集合 目前无伤亡 路风立即下达指令 分散支援各区域 八区优先 年轻人领命后 通讯器再次挂断 车内 研究员强坐镇定的声音 响起 上校 我们回主城 路风不解 研究员只得再次解释 主城有独立防御和驱散系统 能保证绝对安全 车速徐徐放缓 声音着急起来 怪城全程暴露 昆虫类怪物 具有体型优势 虫潮危险程度 高过东南基地 沦陷那次的孽齿动物潮 您是审判者 但在这种情况下 您谁都做不了 去哪里都没有意义 无法减少任何伤亡 您保护不了别的 但能保全我们自己 通讯器又一次响了起来 这次传来的 却不是接线员的声音 上校 一道清零零的声音响了起来 比路风所习惯的要慢一些 咬字间 带着一种软绵绵的青 您的东西还在我这里 路风没过多言语 直接询问 对方在哪 安折回到 城防锁旁边 好多虫子在撞锅里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能明显听出他的声音 微颤 像是害怕 路风方向盘打过半圈 是像分岔路中的一条 研究员看着被放弃的那条岔路 神色一变 整个人都差点从座位上弹起 幸好有安全带的束缚 他促然开口 上校 你 路风像是完全没听见一样 自顾自拿起通讯器 然后给安折回了去 等着 另一端的城区居民楼里 安折 诗人和萧老板三人 安安静静地待在房间内 诗人忽然发觉 外面虫子撞击玻璃的声音 逐渐变小 直至彻底消失不见 正当他疑惑之际 门口又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安折撇头望去 脸上的神情 也在不知不觉间紧张起来 下一秒 房门碰的一声被踹开 最先映入他眼帘的 是一双黑色皮靴 这种款式他见到过 是审判庭的制服 陆锋在看见三人时 情绪没有丝毫波动 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 他快步走向床铺上的安折 然后用制服外套 包裹住对方的脑袋 带了出去 新一轮审判日即将到来 被虫子咬过的小蘑菇的命运 又将如何 上集讲到 陆锋在得知安折有危险后 再也顾不上其他 直接踹开房门 将安折几人带了出去 这栋建筑的门口 被陆锋安放了一架 小型驱散仪 方圆几里 暂时都还算安全 安折在被塞进车里之后 紧接着 诗人和萧老板也挤了进来 三人齐齐挤在后座上 陆锋在驾驶座上 撇头望了眼 淡淡道 超载了 安折莫名觉得 审判者又在针对他了 索性萧老板主动站了出来 报告上想 我不是人 没超载 闻言 陆锋不再多说 转而拨通了霍华德的通讯 霍华德所长 超声干扰仪救援方案可行 建议组织居民大规模转移 通讯器 那头传来的是 霍华德再次确认的声音 转移去地下避难所 陆锋回道 我先去八区避难所 确认安全 有劳 通讯挂断 陆锋随即发动母情 车子再拐了一个弯后 便朝着八区的方向驶去 这一路上 陆锋通讯器的响声就没停过 先是乘务所的求援信号 下一秒 五区又请求支援 而五区刚得到支援 审判庭又来表示人手不足 到后面 陆锋的回复已经变得非常机械 所有来电通通 让转接呈防锁 直到霍华德的怒骂声传来 他才下意识地挂断通讯 挂断后 陆锋眉头微醋 问旁边的研究员 我有接到六区的通讯吗 研究员表示应该没有 陆锋拨通号码 您好 这里是六区乘务所 请问您 接线员的语气十分平稳 这种平稳 与之前所有通讯人的语气相比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陆锋眉头促得更深了 审判庭 陆锋 六区情况怎样 对面顿了顿 六区一切正常 请问您有什么 陆锋再次打断 一切正常 接线员肯定地回了句 是的 陆锋干脆利落地挂断通讯 撇头望向研究员 研究员先是一愣 随即面色激动起来 只有一种解释 六区超声驱散仪 应急程序 成功启动了 陆锋再次回报过去 请再次确认 六区一切正常 请确认驱散仪正常工作 接线员肯定回到 确认一切正常 上校 是出了什么事吗 是 陆锋的回答简短直接 立刻升起隔离墙 确认物资供应 准备应急收容 接线员应了声 紧接着 陆锋又拨通了霍华德的通讯 霍华德 情况有变 全程向六区避难 好 那边到 城防所负责人员救援转移 收到 就拨打了一个号码 安哲注意到 这串号码格外的 主称 统战中心 您好 陆上校 陆锋回到 审判庭 陆锋 请求全程审判权 那边声音没多犹豫 请给出预期死亡率 与执行时长 陆锋扑的沉默下来 数秒后才再次回报 百分之六十 五天 得到答复后的统战中心 便让他稍作等待 可后座的诗人此刻 却面色难看起来 就听他喃喃道 全程审判 这不就是 肖老板目光直直望着前方 替诗人的话截了尾 审判日 小蘑菇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这则梦境 又将预示着什么呢 上集讲到 陆锋向统战中心 申请全程审判权 而全程审判 也就意味着 新一轮的审判日 即将来临 五分钟后 通讯器中传来声音 允许执行 陆锋应了声 接着调转车头 驶向六区方向 一路上 安哲觉得 陆锋变得格外沉默 他不知道 对方此刻在想些什么 或许和他一样 都在想着审判日 但也有所不同 因为于他而言 他只是审判日 众多居民中的一个 是参与者与见证者 而陆锋 却是审判日中的 实际操刀者 当他们进入五区道路时 前方停了一辆 乘防锁的巨大装甲车 装甲车顶 临时安了一个 丑陋的超生椅 正在救援建筑中的居民 陆锋在装甲车旁停下 打开车门 下车 我去开会 准备审判日 你们跟乘防锁 安哲他们 只能盲目听从审判者的命令 跟随士兵的引导 陆续上了车 直到车门即将关闭之时 他才猛然响起 自己又忘记 把衣服还给陆锋了 而陆锋 居然也没有找自己要 昏暗的车厢中 周围挤满了人 诗人紧紧抓住安哲的手 你听见了吗 他轻声道 这次审判日 逾期死亡率是60% 安哲不知该回什么 只是轻轻嗡了一声 诗人诱到 我有点害怕 但是我们一定会活着的 安哲此刻确实有点紧张 但不是因为审判日 而是被虫子叮到的那一口 诗人似乎感受到了他的僵硬 轻轻拍了拍他的背 别怕 先睡吧 安哲轻轻嗡了一声 闭上眼睛 车厢的微微摇晃 很容易让人进入梦境 世界见黑见尘 他眼前忽然浮现一幕 大地 风 模糊但广阔的视野 还有一种奇怪的波动 这种波动 不是人类所能看到 接着 他感受到自己的身体 在飞 周围是阵阵微风 使他的身体愈加轻盈 他不知道 自己会飞向什么地方 直到看见一座模糊的灰色城市 然后 有大片温度 从那边传了过来 安哲被吓了一个机灵 猛然惊醒 他茫然地望着前方的黑暗 方才那一幕太过模糊 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但相似的场景他遇到过 在深渊的山洞里 当他的军司 吸收了安泽的血液 扎根于安泽的内脏和骨骼 人类的知识 就浮现在他脑海中了 那么 这次的梦境 又预示着什么呢 小蘑菇再次遭受陆峰的审判 这是他第四次 被对方那样的眼神看着了 宛如初见时那样 上集讲到 陆峰的全程审判申请 被统战中心同意 这场突如其来的审判 和眼下的灾难一样 令人惶惶不安 机械广播一刻不停地强调着 让大家遵守排队纪律 请耐心等待之类的话 现场愈加混乱 有时候列车中 混进了虫子 也没人再去管 这些居民到达六区外围后 就被派在队尾 等待审判 队伍是一条黑色的河流 数不清有多少人 他们缓缓 向前移动着 河流的尽头 不时响起一阵枪决声 给本就不安的居民的内心 更添一层阴霾 有时候 队伍中会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 产生变异 但很快 就会被周围巡逻士兵立即击毙 几声枪响之后 人群也由最开始的躁动 变为死寂 枪决声没有停过 夜色愈加深沉 远处传来苍茫的风声 像遥远的海潮 而六区便是汪洋大海中 唯一的古老 外面是虫子在杀人 这里 是人在杀人 人群中 一位老人终时叹了口气 一百年了 审判日又来了 老人牵着的那个男孩 抬头惊惧地 看向自己的长辈 却没有得到任何一丝 值得一提的安慰 老人眼里全是空洞 只更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上帝审判世人 尚且有善恶作为依据 而在审判庭面前 有些人什么都没做 却也要直面死亡 现在 又一次轮到了安哲 第一道关卡 士兵负责初步判断变异特征 等通过后 便由四名审判官进行判断 每人都有一票否决权 可以随时开枪杀人 只要他认为 这人不是人类 不论他的同僚判断 是否和他一致 审判官开枪所杀的人 大概占所有死人的四分之一 更多的时候 他们只是对视一眼 便放这个人通过 而那个人就会走到血腥最浓的地方 面对最后一道关卡 陆峰 他依然是那样略带懒散的倚在门下 似乎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手中的枪 他就用那把枪行驶最高 也是最终的审判权 又是一声枪响 这次他处决的是一个12岁的孩子 那孩子倒下后 眼睛还死死地看着他 一个审判官脸色苍白 口口抽动 攻下腰去 努力抑制干傲 陆峰的眼神 淡淡往那边一扫 换人 在审判官短暂的交替时间内 一位穿着白色衬衫的乘务所人员上前 给美人拿了一瓶泡了薄荷叶的冰水 但轮到陆峰时 他拒绝了 审判流程重新开始 萧老板和诗人 你推我扯 谁都不愿意先上前 最后 安哲被推到了第一个 安哲在顺利通过前两道关卡后 终于来到了陆峰面前 审判者那双绿色的眼望着他 灯光下略带晦暗 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仍像他们初次见面的那天 说来也巧 他来到人类基地仅一个月 但已经是第四次直面审判者的审判了 可这次安哲的心境 却比前三次更加沉重 因为今天上午 他才被虫子咬过 虽然除了脑海中短暂谎过一些奇特的画面外 什么都没发生 如果陆峰也不能看出问题的话 正这样想着 前方的陆峰忽然抬起左手 然后微微下压 安哲见状内心一松 这个手势是他通过了的意思 人类比其他生物更害怕死亡的原因 或许是因为 他们会为另一个人的死亡而难过 这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情绪 上集讲到 审判日正式开始 安哲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审判者的审判 他松了口气 走进去才察觉到些不对 陆峰的衣服和工作手册还在自己身上 但现在这种场景下 再去还东西显然不太合适 于是便在通道口驻足停下 不到一分钟 萧老板和诗人也陆续走了进来 萧老板长出了口气 我活了 诗人笑眯眯回道 我们被审判者从城防锁救下来的时候 就没被感染 中途又一直待在车里 通过是理所当然的事 萧老板邪腻着他 那刚才不敢第一个受审的人是谁 诗人满脸无辜 我忘了 闻言 萧老板不再多说 转拍了拍安哲的肩膀 徒弟 你家在哪里 我得找地方睡觉 两天没睡了 安哲道 我不回家 萧老板眉头一皱 那你干什么 安哲指了指身上的衣服 我等他有空 要把衣服还掉 萧老板像是想起什么似的 轻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忘了 我不能去你家 算了 我也找我拼头去 安哲目送自己师父的背影离开 一时间不明白 对方为什么要用你这个字 就听诗人道 萧老板在地下三层经营那么多年 基地里90%的资源都来源他的店铺 据说他年轻时 情人数不胜数 安哲发现 自己的师父好像真的很有名 赶忙追问 你们都知道他 诗人笑了起来 似乎这是个人尽皆知的事情 基地就那么大 谁不知道萧老板是做什么的 不过 他年老之后 倒不是很风流了 说完紧接着又道 提起三层 我又想起杜赛了 你见过他吧 杜赛是外城最漂亮的女人 安哲点点头 诗人叹了口气 不知道他现在又在哪里 如果他死了 我会觉得很遗憾 安哲没说话 诗人被关在监狱 他当然不会知道 黑市三层的老板娘 已经死在了繁殖记的前奏 可看着诗人 会因一个外人的可能性死亡 就露出惋惜的神情 安哲忽然明白了一点东西 一个人会因为 另外一个人的死亡而难过 这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情绪 而这或许也正是 他们比其他生物 更害怕死亡的原因之一 你又露出那种表情了 诗人的忽然出声 打断了安哲的瑕疵 安哲不解其意 诗人将手肘搭上他的肩膀 与带戏血 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 都与你无关 你好像只是看着 你好像是在观察我们 或者在怜悯我们 刚才有一秒 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神性 小蘑菇有种感觉 如果自己这次离开了 或许这辈子 都不会再和陆锋有所交集 这一刻的他 竟有些慌了神 上集讲到 诗人告诉安哲 他的身上 似乎有着一种神性 安哲眨了眨眼睛 不太明白 或许他真的不像是个人 毕竟他是个一种 诗人在他耳边吹了口气 现在没了 现在像个小傻瓜 说完又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了 我也走了 安哲问他要去了 诗人的表情很是洒脱 随便吧 城堂所没空管我 我要越狱了 他对安哲笑笑 再见 安哲看着他的背影 消失在茫茫的夜色 诗人是城堂所关押的犯人 没有通讯器 没有ID卡 他能去哪里 安哲不知道 也许他会去找他的男朋友 又或许去找别人 继续讲基地的故事 然后不出三天 城堂所再次把他抓走 待诗人走远 墙脚下便只剩安哲一人 这是一片空地 他不是唯一逗留此处的人 旁边还有许多人在徘徊映 不断响起的枪声 充斥在整个夜色中 能顺利走进来的人寥寥无几 极光在天空旋转变幻 每一晚 天空的颜色都和前一晚不同 不断有尸体被从城门拖走 夜风浩荡 枪声和死亡 好像是唯一永恒的东西 安哲看不见陆锋的脸 他只觉得这样一个背影站在那 很挺拔 很好看 但也很孤独 一道脚步声自安哲身后响起 你怎么在这里 安哲觉得这声音有些熟悉 他转过头 便见到那名经常跟在陆锋身边的年轻审判官 抱着一瓶薄荷水 脸色不好 但神色还很温和 不回去吗 安哲点点头 他脱下披在身上的大衣 我想把东西还给上校 你能替我转交吗 审判官微微笑了笑 不等他吗 安哲想 他只是穿了一次上校的大衣 但好像所有人都默认 他们有了某种关系 我和上校 安哲错了错词 我们不是很说 年轻审判官 像是早有预料般回到 我知道 只是没见过上校和别人在一起 他伸手 给我吧 安哲确认工作手册和圆珠笔都在后 将大衣简单叠好地了过去 审判官的双手拖住了他 天上 极光陡然一变 像闪电猛地照亮了天空和地面 安哲心脏重重一跳 一种难以抵御的直觉 席卷而来 他难以自意地望向城门 陆锋的身影 夜色里那样挺拔又孤独的身影 他忽然有了一种认知 如果他现在离开 那他一辈子都不会和这个人有任何关系了 小蘑菇在与年轻审判官的交谈中发现 陆锋似乎还有着另一方不为人知的一面 上集讲到 安哲本想让年轻审判官替自己归还大衣 可在大衣落入对方手中的一刹那 他似乎有了一种新的认知 如果现在他离开了 恐怕这辈子都不会再和陆锋这个人有任何关系 想到这里 安哲的心脏重重一沉 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再次抓住那件大衣 审判官看向他 怎么了 安哲沉默半晌后才道 我 我等他吧 审判官温和地笑了一下 将大衣展开 重新踢在他身上 安哲礼貌地回了声谢谢 然后 看向不远处的陆锋 他什么时候会休息 审判官道 我不知道 上校连续工作很久了 可能再过两三个小时吧 说完又转头看向安哲 你怎么和上校认识 安哲回想 再城门吧 他略过包子那件事不提 他怀疑我不是人 但我做了基因检测 我通过了 后来我被他抓了 审判官弯起眼睛笑了笑 我知道 你们的胆子很大 安哲掰着手指继续往下数 然后就是在城防锁了 我有点冷 他把房间借我住了一晚 再然后 我和我朋友被困在房间里 不知道要怎么办 打了他的电话 就来到这里了 讲完 他问审判官 上校平时也经常帮别人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陆锋确实是个好人 审判官表示自己不知道 因为上校身边没有别人 过了一会 他像是有所感慨式的诱导 有时候 我也想保护一些人 但没有人会向审判厅求救 安哲抿了抿唇 你很好 末了 诱补一句 你不像审判官 这位审判官的脾气 即使是在他见过的所有人中 都算得上是非常温和的 审判官笑了笑 很多人都这样说 或许像上校那样的人 才是合格的 安哲想了想 觉得他说的挺对 或许陆锋冷淡的性格 就是他能做出正确判断的原因 审判官望着陆锋的背影 像是在自言自语 又像是说给安哲听的 今年是上校为审判停工作的第七年 审判官做出的判断 审判者能告诉他是否正确 但是对于审判者自己 已经没有人能告诉他是对或是错 他要对抗的是难以想象的怪物 潜伏的一种他人的质疑 还有他自己 所以我想 支撑上校在审判庭度过七年 除了冷漠 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希望你能理解他 霍华德遭受感染 陆锋在时审判权 上集讲到 安哲在等陆锋的时候 遇见了常待在他身边的年轻审判官 可很快安哲就发现 对方聊天的话题总是有意无意的网路风声上瘾 这样想着 下一瞬却见审判官猝着眉头 看向了隔离墙的另一面 那里集结了很多人 比刚才又多了些 安哲原本以为是城内的居民来看热闹 但他们神情却都非常严肃 一旁的审判官在猝眉沉默几秒后 便朝不远处的卫兵打了个手势 一对卫兵走了过来 他们持着盾牌走向聚集的人群 并试图通过言语的威慑 来驱赶这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 人群中有人挥了挥手 安哲确认是朝自己的方向挥 他看过去是一张熟悉的年轻面孔 是他进入人类基地的第一天 领他去117号建筑的人 那时候他们正在游行 安哲忽然知道这些人是来干什么的 他睁大眼睛望着他们 挥手的一个人 从衣服里拿出一张对折的白纸 展开 白纸上用红笔写了七个大字 反对审判者暴行 紧接着 越来越多的人展开自己携带的纸张 上面的内容无一例外都是对审判者暴力执反的抗议 极光下 这些白色的纸张像花朵一样展开 他们会在一起像一片沉默流动的海洋 苍白是海洋的底色 血红的字迹是这片海洋掀起的浪花 安哲的目光下意识地望向城门的方向 那里 陆峰的身影微动 侧身往城内看了过来 但只是平淡无奇地扫了一眼 他仿佛什么也没看见 围身 上膛 扣动扳机 又一个人倒在了血泊里 城门外带受审的人群似乎也察觉了城妹的不对劲 都在小声议论的 轮到下一个受审的人时 这是位古铜色皮肤的男人 他经不欲绝的目光 在陆峰 审判官和地面上那坛深浓的血迹间来回游移 迟迟没有迈出向前的脚步 最后干脆一咬牙 紧闭着眼 直接坐在了地上 我不去 这一举动仿佛流感般影响着外墙的每一个人 人群中陆续有人效仿起男人的动作 纷纷坐在地上 用具不配合的态度表达反抗 陆峰的神情没有丝毫变化 只是略一清扫了眼城那举的更高的标语 然后垂下眼睫 低头给枪换上新的弹匣 咔哒一声轻响 陆峰弹幕的声音也随之响起 带上来 城防锁的士兵迟一片刻 场面足足静止数十秒 才有两个士兵迈步向前 粗暴架起第一个坐下的男人 陆峰缓缓抬枪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他们 人群中不知从哪儿响起一声抽气 随即抽气声像病毒一样传开 仿佛他们面临的不是审判 而是屠杀 或许审判日本就是一场屠杀 一百年前是这样 一百年后也是 就在此时 一道魂后的声音打破了警风的氛围 是霍华德 他上来便询问发生了什么 陆峰与其平淡 居民拒绝合作 霍华德环视一圈 紧皱眉头 陆峰 你是不是杀人太广了 陆峰语调不变 只是嗓音略带沙哑 没有 霍华德接过副官递来的扩音器 对居民道 今天情况紧急 事关基地安全 大面积感染 随时有可能发生 请大家配合审判庭和承访所的工作 没有人动弹 或许相较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爆发的感染 审判者的枪口 才是所有人的噩梦 霍华德自然也注意到了大家的沉默 他目光略一扫步后 便转头看向陆峰 我们彼此各退一步 审判庭公开审判细则 居民重新进入审判流程 陆峰没有表态 只是轻轻喊了声霍华德的名字 下一瞬 枪口猛然指向对方胸膛 反应过来的城防锁士兵 立即举枪瞄准陆峰 霍华德一愣 你没质问道 陆上校 你这是做什么 我今天可没有接触过一只虫子 陆峰神情不变 手中紧了又紧的枪 却已表明了他的态度 你已经被感染了 来了来了 最新一季 小蘑菇终于来了 这季故事延续上季 小蘑菇在发现上校无处可去后 终于向他发出了流速邀请 对于人类来说 说出去的话是很难收回来的 于是画面就变成了下面这幅场景 公用盥洗室里 安哲一手拿着水杯 一手拿牙刷认真洗漱 人类的起居习惯 他是了解的 并且每天都在认真旅行 但他今天的态度 却比往常更加慎重 因为上校就在他身边 陆峰刚用水洗了八脸 发烧湿漉漉漉 追了几颗晶莹的水滴 像刚融化的雪珠一样 安哲默默将毛巾递给了他 陆峰接过后 简短的道了声泄险 安哲也礼貌的 为了声不客气 因为在他看来 共享一些东西 是人类的礼仪 于是便将自己杯子 往陆峰那边移定 您要用吗 但是只有一个 陆峰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 手中的动作也一时挺重 安哲局促地眨了眨眼 基地物资紧张 生活用品是按人分配的 如果有额外需要的话 要去飞市买 但现在 飞市已经不复存在 俩人相视几秒钟后 陆峰终于有了动作 一只干净修长的手掌伸出 将杯子接过 那是拿枪的那只手 指负有一层裹剪 安哲松手时 手指被轻轻擦了一下 陆峰没有用他的牙刷 只用杯子接水 简单竖了口 然后收起杯子 俩人朝外面走去 深夜十一点 如果在平时 按照基地规则 已经断水断电了 但今天六区 进入紧急收容状态 广常的用水用电限制 都取消了 并且 也因这个情况 不少人都没睡着觉 他们用眼睛 偷瞄着安哲俩人 然后小声议论着 安哲也发现了 他知道 陆峰肯定也注意到了 但他好像并不太在意的样子 再快到门口的时候 前方冷不防地 闪过一道黑衣 安哲抬头 是乔西 他的表情看样子 很是惊讶 以至于一时 忘了站在一旁的陆峰 安哲下意识地 往后退了退 撞上了陆峰的胸膛 他看见乔西望着他 想说些什么 然而目光一转 就凝固在了那 安哲也处于 半凝固的状态了 乔西正好堵着门 他静也不适 出也不适 就在这时 他的肩头微微一沉 陆峰的手指搭在了上面 乔西眼眶都睁大了 安哲看见他瞳孔的震战 下一刻 乔西闪躲了低下头 后退一步侧过身体 用一个恭敬的姿态 让出了门口 上校与小蘑菇同床共枕 俩人彻夜长谈 上集讲到 安哲在出惯喜事时 遇到了乔西 在他进退两难时 陆峰及时出手警卫 这一切都发生在片刻之间 安哲的心脏咚咚狂跳 他整个人都绷紧了 生怕乔西当着审判者的面 喊出一声安泽 或者说出一些 他不像安泽了那种话 可直到他们 走出惯喜事许久 后方的乔西 仍是一言不发地站在原地 安哲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在这个地方 审判者掌控着每个人的生死 所以 基地中的绝大部分人 包括乔西在内 连话都不敢和审判者说一句 回到房间后 陆峰并没问安哲 刚刚遇到的人是谁 和他有着什么关系 因为他们除了相互借助的关系外 毕竟还只能算两个陌生人 他坐在了安哲的书桌前 打开工作手册开始记录 却只草草写了一句 审判日 击毙无数 便停下了 安哲站在旁边看着 他不解 这样的一本工作手册 到底有什么意义 你写的好少 陆峰合上手册 应付检查 他的语气 很理所当然的样子 安哲轻轻应了声 随即指了指别处 我换衣服 陆峰淡淡 嗡了一声 他就这样将白天的衣服换下来了 换了一件很软的白色棉睡衣 换好后 他钻进被子里 睡在了床里面 基地的房间 只有一张制式单人床 或许是考虑到 有许多体型魁梧的拥兵的缘故 床并不窄 甚至可以让安哲 在上面打个滚 所以 在他躺下后 这张床容纳另一个人 也算绰绰有余 躺好后 他看向陆峰 我好了 陆峰正拿着桌子上 那本攻击站考核手册 你想去攻击站 安哲缩在被窝里 轻轻吩了声 但他明白 自己永远都去不了了 如果外城一直被虫子占领的话 明天下午去城务所 最近几年 新衫很多主城人手不够 委托城防所在外城招人 陆峰边说着边从椅子上起身 然后撇眸望向安哲 那双深绿色的眼睛里 似乎蕴含着几点打趣之意 你虽然没什么用 但可以去照顾孩子 安哲想反驳他的前一句话 可酝酿许久之后 才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反驳 他觉得有些丢脸 拿被子把自己蒙住 就听陆峰笑了一声 床侧一沉 陆峰躺进来了 冷冷的气息离得很近 他能听见陆峰的呼吸声 今天发生的一切 都像是做梦一样 他身为一个一种 却要和审判者 同床共枕一晚上了 所以 安哲从被子里探出头来 小声道 您现在还在怀疑 我客观上不是人吗 陆峰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 基因检测通过 三十天观察期通过 你客观上也是一个人类了 安哲不明白 他口中的观察期是什么 陆峰继续道 被感染后 三十天内 被感染者一定会失去人类神志 没有例外 那会不会有一种 没有丧失理智 安哲试探性的询问 虽然是一种 但还有人类的样子的思想 他只是多了一种能力 能变成其他生物 陆峰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却问了一个 你觉得人类的意志很强大吗 小蘑菇再次试探上校 却被上校反手压在了身下 上集讲到 安哲试探着询问陆峰 有没有人类 在被一种感染的情况下 没有丧失理智 却只是多了一种 可以变成其他生物的能力 但陆峰却反问他 你觉得人类的意志很强大吗 安哲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但陆峰 好像也不需要他去回答 其实不值一提 灯塔做过很多实验 陆峰语气淡淡道 人类的意志 克服不了一种的生存本能 反而是一种 逐渐消化了人的思维能力 用于自己生存 比如今天的虫子 灯塔的报告还没出来 但是 说到这里 陆峰顿了顿才接着到 我单方面认为 他们是蓄意进攻 安哲微微睁大眼睛 这是陆峰第一次 说那么长的话 而他话里的分量也很重 陆峰觉得 人类作为人类特有的那种意志 在基因融合面前不值一提 人类就是这样一种 缠弱的生物 但安哲却觉得 上校的这句话 太不绝对了 这是他第一次 敢正面反驳对方的观点 我觉得不对 如果意志力很强的话 不待安哲说完 陆峰便打断了他 没有如果 安哲眉头微醋 认真想了想 比如 如果是您被感染的话 话音未落 陆峰便掀起被子 将安哲盖上 他撇头望向身旁之人 与其再次冷了下来 我会立刻自杀 说完便闭上眼睛 淡淡说了声 睡觉 安哲觉得 上校可能是困 所以不想和他废话 其实他自己也困 算起来 陆峰有40个小时没有睡觉了 而他自己 也只是在陆峰的房里 多睡了两三个小时而已 几乎是闭上眼的一瞬间 安哲就昏睡过去了 等在醒来时 一线微光 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 安哲朦朦胧地睁开双眼 像所有的人类那样 他拿出通讯器 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是上午的11点钟了 不然 安哲觉得自己忘了什么事情 他一个机灵 彻底清醒过来 先是望向床上 什么都没有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房间里也是 随即 安哲发现桌面上平铺了一张纸 纸上压着一只人猪 安哲下床来到桌边 将他拿起来 是那张反对审判者暴行的传单 被翻了一个面 在背面用黑色的笔记写了几个字 走了 有事打电话 留言的末尾 仅仅写了一个路子 安哲看着这张留言 不自觉的笑了笑 他觉得陆峰的留言 和他的工作手册一样 措辞简单 小蘑菇在遇故人 可双方见面的第一眼 为何又都相视无言 上集讲到 安哲在起床后发现 桌上摆着一张纸条 上面是陆峰的留言 措辞简单 只写了句 自己走吧 有事打电话 放下留言纸 安哲来到衣柜旁 开始选去乘务所的衣服 他思考了很久 最后从里面拿出一件灰色毛衣 灰色 安哲抬头望向窗外 天空和天空的光都是灰白色的 云层压得很低 像是要下大雨一样 蘑菇喜欢下雨天 蘑菇也会因此而快乐 更何况 陆峰昨天还告诉他 假如能通过陈峰所的招人 他就能去主城 而灯塔就在主城 安哲内心有些欣喜 因为这就代表着 自己离找回包子更进一步了 所以 他决定不去计较 陆峰挖走他包子的这件事了 接到电线杆的顶端 广播装置循环 放着机械女生的播报 目前六区物资充足 水电正常供应 陈峰所已实现超声驱散仪 实时全方位严密保护 气象台讯息 天气转阴降雨概率大 请居民紧闭窗户 减少出行 陈峰所面向全城的人员筛选 已经开始 请符合要求的居民 尽快前往陈峰所 这是整条街上 除去安哲的脚步身外 唯一的人生 自基地出事后 城门便封闭 不允许进出 各个区域瘫痪 六区的气氛同样紧张 可今天 安哲却看见军方的车 都往城门方向驶去 速度极快 安哲内心猜测 这些人应该都是去支援的 看来其他区的情况 还是很严重 不过所幸的是 城务所总部在六区 这次没有受影响 甚至还能招人 城务所位于六区的中枢 背靠列车站点 中央最显眼的 便是整个城务所 日常工作运行的关键地 办事大厅 安哲快步走了进去 直到走进大厅 他才终于感受到活人的气息 这里足有数百人之多 分成两条长队 一对是文职招聘 另一对是佣兵招聘 而招聘的要求 也一直在广播里 不断循环播放 应聘者年龄 必须在18至25之间 没有任何身体缺陷 以及犯罪记录 满足基础要求后 又有附加要求 应聘文职者 至少完成过 三门基地基础教育 非文职者 必须以佣兵身份 获得过5000以上基地货币的奖励 光是这两点要求 就能筛选绝大多数人吧 安哲走到了文职队伍的末尾 默默排起队来 他觉得自己可能来得有点晚了 也可能是天气太差 后面便再没人了 原本队伍末尾的那人 听见脚步声 回头望了一眼 刺目相对 安哲赶到空气中 弥漫着一丝尴尬